青城山下,花季少女摆摊算命,路人一阵唏嘘,好好的一姑娘年纪轻轻,就开始装摇撞骗,真是适风日下啊,可他们却不知眼前的姑娘是个真才实学的玄学大佬,能掐会算,能看到世人看不到的妖魔鬼怪,今天她掐指一算,有人会来接她离开,便早早地收拾挂摊,放进她随身的小布袋里。 一旁摆摊的大娘见她这么早就收摊,不禁问了一句,紧丫头,今天怎么回去那么早?苏锦有些惆怅,有人来接我,周大娘,我要走了,话音刚落。 一辆宝石节停在街头,从里面走出来一男一女,中年男人满是成功商业人士的气息,女人一看就是个豪门贵妇。 苏锦自幼走丢,被一个道观的师父领了回去,好不容易长这么大,师父又嫁和稀去,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嫁。 她抬眸看了一眼男人,你是来接我的对吧?男人顿时泛起泪花,因为苏锦与她的母亲有九分相似,不用说,这就是自己的女儿了。 终于能妇女团聚,苏正光两眼汪汪地想要,来个爱的抱抱,阿锦,我是你爸爸。 苏锦却板着一张小脸,十分平静地嗡了声,我知道,走吧。 刚坐上车,周大娘就敲响了车窗,给她包了几包化煤,让她带在路上吃。 苏锦摇下车窗,顿时眉头紧簇,她看到了周大娘浑身的黑气,而周大娘平时带她也不错。 谢谢周大娘,我也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她接过化煤,又从布袋里拿出一张符地了过去。 很认真地说大娘,这张符送给你,记得随身携带,可保你逢凶化吉。 大娘虽不信这些,但小姑娘给的她还是收下了,然后苏锦让她父亲把她送到了玄清罐,她要取一些东西在下山。 不一会儿出来时,她手上多了一个牌位,苏正光原本都做好了把她的养父一起接回去的打算。 看到的这一幕,她小心翼翼地问,阿锦,这就是收养你的那位道长? 苏锦却摇头,这是我玄清罐祖师爷的牌位。 如今我要下山,自然不能留祖师爷一个人在这里,更何况我作为玄清罐贯主。 这次下山一定要让祖师爷多受香火,发扬玄清罐。 苏正光和后娘看得一愣一愣,完了,女儿大概是疯的。 三人各怀心事地下了山。 苏正光一边开车一边说安慰,阿锦,咱们家条件比道观好那么一点,你放心,老爸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苏锦随意应了一声,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弥补弥补的不重要。 果然女儿都是贴心小棉袄,苏正光感动不已,我们阿锦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苏锦追忆地看着窗外生活了十几年的山景,有些出神。 另一边,周大娘收摊骑车回去的时候,感觉好奇怪,平时骑个几分钟就到家的,今天怎么骑了这么久,还看不到家门。 周围也冷清地过分,就在这时,一阵阴风袭来,阴风之中掺杂着周大娘看不见的黑雾。 这些黑雾开始往周大娘身上聚集,突然她身上呼地发出一道金光,周大娘感觉口袋有着热感。 下意识去摸出来,黑雾顿时就被符纸的金光打散,几乎是瞬间湮灭。 周大娘紧紧握着符纸,待她在向前看时,就看到了熟悉的家门。 世间万物,皆有道法。 周大娘的一片善心,换得苏锦一张符纸,这才逢凶化吉。 次日,苏锦跟着亲爹回到了新家,苏家早就准备好了为苏锦接风洗尘的阵仗。 苏锦看着几层别墅,红毯两边几十个女仆,再想起苏正光说的,就比她那萧条的玄清惯好那么一丁点。 哼,还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 苏正光笑盈盈开口,阿锦来,爸爸带你参观参观。 后娘赶紧表示,孩子该饿了,先去餐厅吃饭。 刚准备进去,苏正光就见到合作伙伴徐成峰不请自来,开口就问合作的事。 苏正光赶紧上去打断他的话,徐总,我失散多年的女儿找了回来,今天怕是没时间谈合作。 徐成峰微愣,摘下眼镜,看了看旁边十分安静的小姑娘。 你女儿的这身装扮是小倒姑? 后娘摇跃面露尴尬,回头就给阿锦换身衣裳,否则太伤小姑娘心了。 苏正光一直以为自家女儿脑子可能不太正常,低声询问, 徐总,你那两个儿子是哪个在医院工作来着?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下? 然而,不等徐成峰开口,苏锦掐指一算,便悠悠出声提醒苏正光。 不对啊,他子宫薄弱,有一个儿子都是祖上积德。 这话让徐成峰火气蹭蹭冒,苏正光慌忙道歉,阿锦,这话可不幸乱说。 他不敢凶女儿,本来脑子就不太正常,若是刺激得很了,万一出事,岂不是后悔终生? 苏锦不知道他爹心里的想法,通过面向和掐算,他十分肯定地说,徐先生,你被老婆绿了。 徐成峰当即都想冲过去揍人,苏正光慌忙拉着徐成峰往外走,边走边道歉, 还许诺好处才把这气给人家顺下去了。 送走了徐成峰,苏正光走进客厅,心情复杂不已,他琢磨着阿锦这孩子看来病得不轻,必须尽快安排医生给他看看。 于是第二天,苏锦便被带到医院的放射科,检查了一下脑子。 姚跃见人出来,赶紧询问他可有哪里不舒服? 得知苏锦没事,那就好,咱们去一边等你爸,他还在做检查。 心里暗叹后妈不好当,何况这女儿脑子还有问题,然后悄悄给一旁的苏正光石眼神,让他趁这个空档赶紧去看看苏锦的检查结果。 苏锦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住,他没有想到在这层楼看到了溢出的紫气,但这道紫气很奇怪,似是与死气缠绕以及在斗争。 他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方向看,姚跃见苏锦一动不动,有些担忧,阿锦,怎么?苏锦平静地回了句,你看不到他。 姚跃脸色刷得就白了,这孩子该不会是能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女孩自小被拐入山,学了一身道法本事,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黑暗。 时隔多年,亲爹寻到他,将其接下山。 可见他神神叨叨,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掐指一算,说人家被老婆绿了。 找了借口,把苏锦带到医院做了脑部检查。 而苏锦也在医院见到了一般只有九五至尊才有的紫气。 如今虽然灵气稀薄,可按理说拥有了紫气,那人必然身世显赫,长命百岁,可又怎么会被死气缠绕? 他当即朝着那个方向追了过去,走进一间病房,里面的死气浓烈沉沫。 苏锦立即掏出自己所化的符纸,一阵口诀,扔出符纸,那一团恐怖的死气不甘心地消散了。 苏锦也看清病房里早已没有人,来晚了,没见到那个浑身紫气与死气的人,真是可惜。 姚跃好不容易自个儿把自个儿安慰好了,追了过来,阿锦怎么了? 苏锦转身,平静地告诉他,看到一个身上都是死气的奇怪人。 见苏锦又开始神神叨叨,姚跃欲哭无泪,后妈真是不好当啊。 另一边,苏正光拿着检验报告,正在跟医生确认,你确定我女儿脑子没问题? 医生很肯定地告诉他,不仅没有问题,还很健康。 苏正光脑子没问题,那肯定就是精神出了问题,这更难搞。 一颗心拔凉拔凉地带着女儿回家。 看着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儿,她忍不住心酸,我的闺女好命苦,爸爸一定会找到你的病因,把你治好。 没一会儿回到了苏家别墅,苏锦下车时发现苏家别墅隔壁多了一堆人,像是在搬东西。 而她又再次感应到在医院的那股,紫气与死气缠绕的气息。 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人,长得好看且身子虚弱的男人。 她眼底溢出一丝喜意。 苏正光和姚跃很纳闷,看啥呢阿锦,那是刚搬来不久的袁三爷家。 苏锦直勾勾地看着,这个男人的气息和医院的一样,而且他命不久矣。 此话一出,可把他苏正光两人吓坏了,敢说袁三爷命不久矣。 完了完了,这回应该是我们命不久矣了吧。 果然袁三爷家的保镖都停下了动作,齐刷刷地看向苏锦,人们最忌讳说死字。 而苏锦忽略那些人的恶意和后面苏正光两人的恐惧,忍不住朝着男人走去。 苏正光两人魂都要下霉了,阿锦你快回来啊, 袁三爷,咱们惹不起。 苏锦一脸惋惜地凑近了男人,你本该是低夜可乘,龙腾九天之命。 可惜了,男人是杀伐果断的财伐头子,他一怒足以服尸百万。 苏锦却轻松接近说男人命不久矣,可把苏正光和姚跃吓得不轻。 这个男人可不是他们能招惹的,连忙上前道歉,把苏锦拉走。 袁三爷,我女儿胡言乱语惊扰到了您,还请见谅。 阿姐,快跟我们回去。 被唤袁三爷的男人目光探究地落在苏锦的身上。 苏锦也看清了,原本他以为男人只是压不住紫气,可乔青正脸,明明命格本是极好。 身上的紫气就像有生命一般,在试图吞噬那些缠绕的死气。 思寸间,苏锦恍然大悟,原来命格还可以改动。 自言自语的话落入了男人耳中。 他顿时正视起来,眼前这个小姑娘,向来凉薄无比的男人,扑地朝着苏锦淡淡一笑,我叫袁锦。 苏锦淡定地交换自己的名字,他觉得运气不错,遇到个难得一见的倒霉蛋。 不仅有紫气与死气,命格还被改动过,太有研究价值了。 苏正光和姚跃莫名觉得压力山大,凶名在外的袁三爷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不生气,还跟阿景介绍姓名。 苏锦已经预料到这是一个大客户,所以递出了他的名片,有需要可以找我。 袁锦接过名片,他从未听说过玄清冠,可和苏锦这短暂的几句,他深知这姑娘比他之前找的道长本是强。 苏正光和姚跃都感觉像在做梦一般,袁三爷居然会收阿景的名片。 心里总是不踏实,生怕阿景再说两句把人给得罪死了,赶紧拖着苏锦回家。 而后苏锦挡在门口,板着小脸郑重表示,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你们不要来打扰我。 苏正光总觉得女儿不正常,怕她有事,可怜巴巴的哀求,阿景要做什么?爸妈也不可以知道吗? 苏锦重重地点头,而后将门关上,一个人在房间倒腾了好一阵,才把自己想要的孵化了出来。 有些惆怅地跟祖师爷嘀咕,祖师爷,我今天见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的命格被改动了,师父一直说,逆天改命是大计,凡人不可为。 想来,那位他改命格的人一定很厉害。 我这符纸,就先帮他抵挡一下死气,日清一善吧。 他话音落下,祖师爷的牌位就自己倒了。 苏锦顿时就明白,祖师爷为什么不开心了。 扬了扬手里的符纸,祖师爷放心,我身负赚钱大业,我的符纸不是白送他的。 拿钱换财给,祖师爷闻言,牌位自己立了起来。 如此可教啊。 苏锦欢欢喜喜地下楼,楼下却有不速之客闹成一团。 苏锦,你给我滚出来。 你这个臭丫头,给我爸说的什么鬼话? 破坏我爸妈感情,害得我徐家鸡犬不宁。 你知不知道,我妈因为你,现在还躺在医院。 我爸还要逼着我做亲子鉴定。 你给我出来,看我不揍死你。 摇曳好激动地吃瓜,真被阿锦说中了。 难道徐夫人真的给老徐戴了绿帽子? 苏锦淡定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你找我? 徐二公子一看这个苏锦,是个漂亮的小妹妹,凶凶的气势收了起来。 苏锦清澈的目光从徐二公子脸上扫过。 嗯,一看你就是坐牢的命。 这话又把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彻底点燃了。 即使你长得好看,我也要揍你。 女孩带着祖师爷下山,一句话就让徐家分崩离析。 万事皆有因果。 徐二少爷上苏家找苏锦麻烦,却不想苏锦观他面相,说他一看就是坐牢的命。 徐二少爷愣了两秒,不是,这丫头长得漂亮,为什么长得这样一张嘴呢? 气呼呼地握着拳头就要揍人。 你个死丫头,你说本少爷什么? 你找死是不是? 苏锦突然伸手呵斥,别过来,我不想沾染你身上的污秽气。 就你这样的我能打十个? 徐二少爷本就难看的脸色,刷得苍白如纸。 什么误会气?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苏锦平静地看着他,你这人不仅游手好闲,且心思歹毒,是个十足的小人。 眉间不止一缕黑气缠绕,你手上怕是沾了不止一条人命。 徐二少爷没什么底气地说了句你血口喷人。 心里惊涛骇浪,这死丫头到底是什么鬼? 我做得这么隐秘,他为什么会知道? 苏正光和姚岳也来捕了一刀。 不会吧,徐二少身上竟然背着人命,要是真的,那也太可怕了。 苏锦又掐指一算,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你手上三条人命,其中一条与你血脉相连。 你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放过,可真是禽兽不如。 徐二少爷此刻吓得满身是汗, 他不知道苏锦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但却说得分毫不差。 来势汹汹的徐二少爷突然就怂了,只磕磕绊绊地反驳了一句。 你胡说,苏锦冲他一笑,有人给你打电话了,还不接电话。 徐二少爷下意识拿出手机,你这个江湖骗子,根本就没有人打来电话。 正要开口再骂,急速的手机铃声在这时响起。 他颤抖着手,按下接听。 电话里传来徐成风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真的不是我儿子,我果然被戴了绿帽子。 徐二少爷心理防线突破,手机掉落,整个人跪了下来。 他满眼惊恐和不相信地望着苏锦。 怎么会这样,全都被你说中了。 苏锦冷喝,头上三尺有神明,劝你还是少做亏心事,多行善。 徐二少爷自欺欺人不愿相信,觉得这一定是巧合,然后连滚带爬地离开苏甲。 苏锦眼神幽冷地盯着那道身影,自作孽不可活,徐二少爷的报应很快就会来到。 姚跃在旁边看完了全程,就徐二少爷那做贼心虚的表现,才知道他们之前做了回小丑。 他颤抖着过来,阿锦你真的会看向算命。 苏锦认真地N了声,姚跃连忙回头看着苏正光,听到了吗? 苏正光一直以为自家女儿精神有问题,没想到小丑尽是自己,这会儿看苏锦的眼神都变了,阿锦竟然这么厉害。 这徐二少爷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苏锦出声解释,徐二少爷不出三天就要坐牢。 还有他母亲也是害怕给徐成风戴的绿帽子被发现,故意从楼梯上摔下去的。 我算了一下,没什么大事,你也不用特意跑去道歉。 姚跃和苏正光崇拜的点头,我们家阿锦不仅没有问题,还学了大神通。 这时,仆人过来禀报小姐,有人找你。 苏锦诧异地回头,谁找我? 走到门口,就见到袁锦身边的人,苏小姐,我家三爷有请。 随后,苏锦被带到了隔壁别墅客厅,苏小姐请随便坐,我这就去请我家三爷。 苏锦嗡了声,心下顿时一惊,这栋别墅里,死气浓厚,整个家都被死气占据了。 怪不得身负子气的男人会濒临死亡。 几分钟后,袁锦从楼上走下来,一看到苏锦,他眼底的冷意便脸了不少。 京城四大世家,以袁家为首,袁家实力深不可测,各个产业遍布全世界,可依旧改变不了袁家掌舵者袁锦,要命不久已的命运。 直到他遇上了苏锦,像是看到了光。 直接开门见山,苏小姐久等了,我找苏小姐来,是想和苏小姐谈一桩生意。 苏锦眨了眨眼,巧了,我正好也想和你谈生意。 袁锦眉眼微闪,心想这位苏小姐还当真有意思。 就见苏锦从包里拿出一张符纸,苏锦将符纸递了过去,你将这道服贴身放着,可保你不受邪气侵扰。 晚上放在枕头下面,能让你不受梦眼困扰。 袁锦心下有些震撼,自己什么都没说,这苏小姐竟然能一眼看出问题。 她有些急切地上前伸手,想要收下那张符,你都知道些什么。 苏锦当即缩回手转身,看起来挺有钱艺人,怎么还想着白嫖,不给钱就想拿东西,还想套话。 她一下子跳到沙发上,板着一张小脸,袁三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符不是白送给你的,想要我给你算命看相,那是要花钱的。 到家也讲究一个因果,我泄露天机,是为因,你给我挂钱抵消因,是为果。 如此才两不相欠。 袁锦算是听明白了,自己是被这小姑娘误会成了,不想给挂钱。 还真是可爱呢。 她浅浅一笑,拿出了手机,不知苏小姐挂钱多少。 转账可好。 苏锦见她这么痛快,又是自己来清城的第一笔生意,那就打个折吧。 伸出了两根手指头,她本想说二百块。 话还没说完,手机提示音就响了。 苏锦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便直勾勾的盯着手机上面的那条到账信息,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二百变二十万。 苏锦攥紧了手机,抬眼看了看袁锦。 心想怪不得这倒霉但命格被人篡改,原来是个冤大头。 既然冤大头理解成了二十万,那就二十万吧。 她故作淡定地把手机放了起来。 但心里还在雀跃,清城真是个好地方,发扬玄清冠指日可待了。 拿了二十万的苏锦,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 这会儿看袁锦的眼神都变了,您想知道什么呢? 算命,看相,风水,我都可以。 袁锦不禁失笑,算是知道和苏锦的交流方式了。 苏小姐,你之前说我命不久矣。 苏锦明白,便跟袁锦普及,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人身上会出现紫气,死气,黑气。 死气是濒临死亡之人身上才会出现。 黑气则是鬼缠身,至于紫气,那是万里挑衣的服御。 向三爷身上的紫气十分霸道,若在古代便是帝王之相。 只不过,向三爷这样尊贵的人本该长命百岁, 但因为有人动了你的命格。 逆天改命,这才使得你身上多了死气。 袁锦越听越心惊,苏小姐可能解。 像袁三爷这么大方有钱的冤大头,苏锦看挂的态度相当好。 命格这东西一出生就注定了。 而你被逆天改命,这才让你的身上多了死气。 而用尽数的人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噬。 如果我没看错,你的命格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人改动了。 袁锦心头一震,之前找的大师可没一个能说出这番话的。 竟然有人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算计自己了。 苏锦掐指一算,没错,你二十岁的时候本有一场死结,是有人用性命为你挡住了。 那之后,你身上的命格再次发生变化。 背后之人可真是钉死了你。 苏锦见袁锦情绪低落,抬手拍了拍袁锦的肩膀。 别担心,我收了你的钱,自然会帮你。 遇上我说明,你命不该绝。 他从包里摸出之前的那张符纸,很自信地递了过去。 这张符可以压制你身上的死气,一定要贴身带着。 另外,有什么事可以直接上门找我。 袁锦接过那张符,符纸刚入手中,他便感觉到周身的阴冷被驱散,浑身剩下都很暖和。 一张符纸竟有如此效果,他再次震惊了。 这才是真才实学的大佬,大腿一定要暴肿。 而后袁锦亲自送苏锦出来,见袁锦态度好,人又大方。 苏锦心情甚好地挥了挥手,以后有什么事,三爷可以随时找我。 心想,这么大方的客户,绝不能被别的人抢了去。 袁锦也笑着点头,苏小姐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如果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也可以尽管开口。 袁锦还有袁家的一众保镖,从没有见过自家三爷这般客气好说话模样。 小声嘀咕,是三爷疯了,还是我们瞎了,三爷竟然亲自把人送过去。 到底是谈了什么生意,才能让三爷如此。 就算是整个苏家,也不可能让三爷多看一眼才对。 这时,苏锦呼地回过头,看了袁锦一眼,你今天有血光之灾,不要出门。 袁锦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没当回事。 见识过苏锦厉害的袁锦,便出声让袁锦今天不要外出了。 袁锦有些不解,可是,您之前不是让我下午出去办事吗? 袁锦不想过多解释,把事情交给其他人办。 你在别墅里待着就行。 袁锦茫然地应了声好吧。 就在这时,袁锦头顶上的吊灯突然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好在稀有反应力强,袁锦察觉到危险。 下意识跳开,吊灯落在地面上,四分五裂的玻璃碎片乱飞。 袁锦就很猛逼,人在家中走,吊灯突然砸下来。 这种几率的倒霉都被自己遇到了。 自以为躲开,松了一口气。 忽然感受到脸上有液体在流动。 他伸手一擦,心态崩了,真的有血光之灾啊。 袁锦一看血光之灾应验了,那应该没事了,自己处理一下。 顺便记得把这里打扫干净。 他便转身上楼进了书房。 而另一边,苏锦揣着二十万,喜滋滋地跟祖师爷分享他的第一单生意。 祖师爷,你是不知道,我头一次见那么多死气相聚,化解的难度虽然大,但他给的多,所以我决定试一试。 他话音落下,祖师爷的牌位趴击又倒了下去。 得,祖师爷又开始闹脾气了。 玄学大佬下山就遇到倒霉但元三爷,一张符纸替他压制死气。 苏锦乐呵呵地抱着二十万,回去跟祖师爷分享。 当祖师爷听完苏锦所说的后,牌位趴击倒了下去。 他不赞同苏锦,因为元锦给钱给的多,就接着大麻烦客户。 苏锦忙把祖师爷排位扶正,好言好语哄着。 别生气啊,祖师爷,没有钱我怎么将咱们玄亲罐发扬光大啊。 您别生气了,我明天就去买香炉,您看行吗? 然后一个香炉就把祖师爷给哄好了。 哄好了祖师爷,苏锦下楼喝着奶茶等着小倒霉但元七上门。 此时隔壁别墅,元七打死也想不到,他的血光之灾还没有结束。 正躺在躺椅上,琢磨苏锦看着香的小骗子,说的还挺准。 却不想刚运过来的椅子,再次毫无预兆地断了一只腿。 然后他就从椅子上跌了下去,直接头衔找地,本就受了伤的他,此刻更是雪上加霜。 一旁的哥们儿忍不住吾嘴大笑。 七哥,你看起来像只四角朝天的大乌龟。 元七忍不住呜呜呜地悲伤了起来,怎么可以这么倒霉? 你别笑了,还不快来扶我一把。 被哥们儿搀扶起来的元七直觉的腰疼,腿疼脑袋疼,哪哪都疼。 但是霉运还没有结束,刚刚为他们遮阳的大伞,此刻也毫无征兆地断练。 元七听到声响抬眸一看,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撞了鞋。 赶紧把无辜的同伴推开,不要被自己的霉运殃及。 然后轰隆一声,他就被断裂的大伞掩埋在底下,元七的心态崩了。 他这个运气也是绝了。 元景看着狼狈的元七默默地攥紧了手中的符,让他去隔壁找苏景。 不一会儿,缠着绷带的元七在同伴的搀扶下,一瘸一拐来了苏家。 看到苏景后忙恭敬开口,苏小姐,我来找你谈生意。 不等元七说他那些倒霉事,苏景就竖起两个手指两百块。 这个价格让元七恍惚又茫然,从兜里摸出两百块给苏景。 可是苏小姐,我还没说是啥事呢?苏景一把从他手里拿过钱。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办事你放心。 然后拿起笔沾上朱砂,注入了丝丝灵气,当场仪器呵成,画了一张符。 就这画符的速度,把这不懂行的元七都惊到了。 给,贴身放着就行,保你这段时间都平平安安的。 元七拿着符纸看了又看,心想二百块就能买张符纸,真的有这么厉害? 我真的没有遇到骗子吗?苏景见他发呆不走,出声询问。 你怎么还不走?二百块就是这道平安符的价格,如果你还有其他要求,我也可以帮你。 不过,那是另外的价钱。 你要算命的话可以优惠哦。 元七回神把符纸揣进怀里,连连摇头,多谢苏小姐。 我们回去了,不打扰了。 离开苏家,元七整个人还有些猛。 一个,你说这位苏小姐跟三哥谈的生意,该不会就是算命吧? 同伴点了点头,三爷有时候很难懂,看样子是那个意思。 小倒霉但元七花了两百,从苏景手上买了一张平安符。 原本要相信苏景有本事的他,又动摇了。 因为接触的那些排的上号的道观,一张符收费都是万字开头的。 怀着疑惑的心,一瘸一拐地回到了隔壁。 三爷,我们回来了。 元七当下抬头,有些许期待地问他怎么样。 元七掏出符纸往前递了地。 三爷,苏小姐卖给我一套平安符。 元七淡淡地看了眼他手中的符,那你贴身戴着。 元七脑袋瓜又转不过来了。 三爷就这反应,难道就没有怀疑苏小姐是骗子吗? 以前那些大师哪个不是一副先锋道鼓的模样,或者一身道福? 一看就很专业的样子。 这对比太明显了。 元七试探着开口,三爷,苏小姐他。 不等他说下去,元七直接打断元七的话,顺势提醒了一句,元七看人不要只看表面,以后对苏小姐多尊敬些。 对上主子的眼神,元七冒着冷汗,立正说是,也恍然大悟。 三爷这般的人物,岂会被招摇撞骗的小姑娘忽悠? 还是自己见识短,元七见他还站着不动,有些嫌弃。 你还有事吗?元七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怕吊灯在他下来。 元七见此放下了书,再好心提一句吧,有他的福,你自然不会再有事。 元七是主子控,自家三爷说什么,他都信。 一个大男人冲着自己两眼放光,元七十分嫌弃地抬脚上楼,走了两步,他忽然回头。 元七,你买福的钱可以找元一报销。 元七忙白手,不用不用,这点钱还是有的。 心想就二百块钱找元一报销,不被元一骂死才怪。 不知情的元景停下了脚步,打量着元七。 话说元七已经这么有钱了吗?肯花二十万买张福,还说是小钱? 看来元七应该是攒了不少的老婆本啊。 元七不明白,自家三爷为什么要这么盯着自己,举步艰难地往前走。 那我还是找元一报销那二百块吧,省得三爷这般盯着我凉嗖嗖的。 另一边苏家,后妈姚月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犒劳苏景。 几晚饭下肚,苏景吃饱了,准备出门踩半点东西,背上她的小布袋。 临要出门之际,姚月匆匆而来喊住了她。 阿景,你的衣柜里有很多漂亮的衣服,还有包包,你怎么不试一下呢? 姚月是怕她出去,又被人家误解。 苏家算不上大豪门,也不差钱。 苏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布袋,她并不想出去,太过于引人注目。 笑看着姚月,那就换一个吧。 回到房间,苏景把她包里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 姚月惊讶了,看着这么小的包,怎么就能装下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 想到苏景的特殊能力,她好奇地出声询问。 阿景,你这是白宝袋吗? 苏景摇摇头不是,姚月就更好奇了。 那是因为什么? 只见苏景突然回头竖起两根手指,两百块解军一货。 小小布袋仿佛可以装下一个乾坤。 姚月又惊又奇,知道自家阿景肩负了发扬玄清贯的大任,爽快给出二百解因果。 苏景拿出她自己研究的空间符,小布袋之所以能装下这么多东西,全是因为它。 于月的现场试验给姚月看,只要把空间符贴到包上,那这个包里面的空间就会变成一个虚迷戒子。 就像是这样,本来很大一个东西,放入包里之后,它就会变成迷你缩小版,当然可以储存很多很多东西。 姚月看着这神奇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阿景除了看向算命以外,还会花这么厉害的符。 这空间符阿景还有吗? 苏景摆了摆手,没来,刚才是最后一张。 姚月脸上划过一抹可惜,这么神奇的东西,没有蹭上。 苏景灵光一闪,你要是想买空间符,可以等晚上,我回来给你画。 我现在要出去买猪纱和黄纸。 姚月感动得稀里哗啦,阿景你真是太好了。 苏景又伸出了两根手指,二百块不还价。 嘿嘿,我真是一个平平无奇赚钱小天才。 姚月心冲冲地跟着下楼,阿景,你刚来青城不太熟路,不如我和你一起去买东西吧。 苏景想想也好,没拒绝,刚下来就听到门口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 你们谁也别拦着我,我今天就要闹得她苏家鸡犬不宁。 这位便是给徐成峰戴绿帽子的徐夫人,还穿着病服就带着其他几个贵妇过来兴师问罪。 姚月皱眉问了一下自家保镖,怎么回事? 保镖一言难尽。 夫人,壮汉我能解决,面对泼妇,我是真没本事,根本拦不住啊。 徐夫人一看到苏景跟姚月,就又提高了嗓门。 姚月,你自己生活不愉快,你就让妓女搅得人家家里鸡犬不宁。 你要不要脸,无辜躺枪的姚月一连忙,我们家关系可比你们谁家都好吧。 其他几位贵妇乐的看戏开始拱火。 徐夫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妓女是刚找回来的,苏夫人怕是跟她的关系也不太好。 苏夫人应该也是无辜的,你要骂就骂那个野丫头啊。 徐夫人这个没脑子的,开始转移火力。 苏景,你把徐家害得鸡犬不宁,你心里就不愧疚吗? 就算你脑子不好使,这也不是你祸害徐家的借口。 姚月挺身上前怒喝,你们骂我可以,但不准骂我乖女儿。 苏景轻轻拉开姚月,没事,她就是成口蛇之快而已。 徐夫人气得当下就伸手拽着苏景,老娘今天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苏景丝毫不慌,目光定定地望着这位徐夫人。 你来找我之前,有跟你的儿子说过吗? 一提到徐二少爷徐夫人更加急了,就要动手扇巴掌。 你这小贱人,还敢踢我儿子? 他上午从你这儿回去就病了,现在还在医院呢? 全都是你这小祸害搞的鬼。 苏景却是轻松扶开他的手,不疾不徐地开口。 那你可知徐二少爷为何会病? 那是因为我算出,他手上有三条人命,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坐牢,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徐夫人惊慌大叫,自己儿子是什么德行他心里清楚? 却嘴硬,你胡说,我儿子那么孝顺,才不会害人。 苏景只觉得可笑,是人怎么就那么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真的能骗过自己吗? 我关你面相,徐夫人嫁入徐家之后,不仅儿子不是徐先生的,身边就没断过男人。 看来,徐先生的头顶已经被绿成了青青草原。 徐夫人又惊又慌,心里生起了后怕,简直说得分毫不差,这种丑事打死也不能承认。 稍有不慎,就会连累整个家族成为孝敏。 他急急怒吼,这不是事实,都是你瞎编的,我没有。 苏景淡定地看着他发疯,我要真是瞎说的,你会这么慌张吗? 句句扎心,徐夫人彻底崩溃了,凶狠狠地冲过去,你这小祸害,我要撕烂你的嘴。 女孩一言判定,男人被戴了绿帽子,一言断定,二少爷会坐牢。 更是一言指出徐夫人的海王身份,徐夫人骂骂咧咧,就要冲过去撕烂苏景的嘴。 只是可惜,眼前的姑娘不仅不是软柿子,还是一尊大佛。 眼见徐夫人扑过来,苏景慢吞吞地侧了侧身子,还想打我,做梦吧你。 然后徐夫人扑通一声,扑在了地上,他气急败坏大嚷,苏景我要杀了你。 姚跃扑斥一声笑了出来,没想到徐夫人是个闷声做大事的人,竟然给徐承风戴了那么多绿帽子,真是太贤惠了。 嘲讽的话,让徐夫人更加发狂,冲着自己带来的那几个贵妇大喊,你们三个还愣着干嘛,给我打死这对狗母女。 不料,那几个所谓的姐妹,竟是琪琪与她拉开了距离。 徐夫人就你这作风,圈子里就那么一些人,一会就传开了,我们可不敢和你做朋友,这会影响我们名声的。 徐夫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挤了几滴眼泪在那里装无辜,你们别听这个小货还胡说八道,我对我丈夫一心一意,怎么可能在外面找男人? 苏景无情地出声拆穿,徐先生拿得亲子鉴定,医院总不能搞错吧,那些塑料姐妹们都嫌弃地嘲讽。 天呐,亲子鉴定都出来了,徐先生替别人养了十多年的儿子。 徐夫人,可这孩子的亲爹是谁啊? 徐夫人被嘲弄得怒火攻心,脱下自己的鞋子,恶狠狠地朝苏景扔了过去。 我让你胡说八道,我这就跟你拼了。 苏景有些无语侧身躲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徐夫人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 徐夫人突然停止闹腾,想到自己的事情都被苏景说对了。 那儿子是不是真的也杀了人? 就在这时,他兜里的亲情铃声响起。 苏景淡淡提醒,你不接吗? 你儿子可是被抓了呀。 徐夫人心头一慌,急匆匆按下接听,就听对方传来焦急的声音。 夫人不好了,二少爷杀了人,这会儿被抓走了。 徐夫人闻言整个人彻底猛了,贪跪在地上,为什么会跟这个小祸害说得分毫不差? 苏景没功夫看恶人在那里失魂落魄,台步就往外走。 不早了,姚姚我们出门买东西吧。 姚月兴奋地应了声好嘞,自家阿景神迹妙算,定要跟着出去好好见识见识。 徐夫人这会儿也反应了过来,这不是祸害,是能救命的大师。 他哭着上前抱住苏景的腿,苏小姐,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的错,你什么都说准了,你那么厉害。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我不能没有他。 苏景稍微一用力,解救了自己的腿,眼神漠然,他杀了人。 你丈夫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众恶因得恶果。 一阵冷风吹来,苏景拢了拢外套,天凉了,徐家也快要破产了。 姚月崇拜地看着苏景,天凉徐破,我们家阿景好友霸道总裁的范儿。 原本姚月还觉得苏景脑子有问题,不到两日时间,他就被颠覆了认知。 化身为小迷妹,只觉得这个世界有点玄幻。 两人上了车,姚月小心翼翼地问,阿景,你说徐家会破产? 苏景淡淡恩了声,没错,徐成峰心术不正,徐夫人私生活不检点,徐少爷嚣张跋扈,出事也是迟早的。 姚月恍然大悟,原来阿景你第一次见到徐成峰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那你当时怎么没说?苏景不检,他没给我挂钱,我为什么要跟他说? 姚月想起来自家阿景说过,不挂给钱是解因果的。 阿景不是个小财迷呢?苏景不知道姚月挠补了他,把一张清单递给姚月。 我要买这些东西,应该去哪里?姚月简单地看了一下,我知道哪里有。 然后愉快决定下一站清城古街。 两人步行走进去,清城古街都是一些算命摊子,或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姚月没见过的。 他仅仅跟在苏景身后,在清城住了三十多年,还第一次来这里,自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苏景也瞧着不错,一眼就看中了一家较有意思的到家店铺,带着姚月大步进去。 掌柜的是个胖大叔,热情的招呼二位,需要些什么? 苏景在店里转了一圈,我要上好的珠纱和黄纸。 掌柜的文言麻溜地拿出珠纱黄纸,一一摆放在柜台上。 小姑娘,这就是我们店里最好的珠纱。 苏景走过去,瞬间冷了脸,你这珠纱分明是假的, 这也是次品。既然开了这店铺,你去卖假东西。 掌柜的赶紧赔礼道歉,原来是卫行家,是我看岔了眼。 他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上好的珠纱,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解释。 姑娘你听我说,不是我卖假货,实在是很多人就是图新仙,跑过来买珠纱跟黄纸。 我这也是为了他们着想,万一拿了真货不小心触怒了鬼神,那岂不是害了他们? 苏景冷哼,卖假货还能说得如此理直气壮,掌柜的不愧是做生意的人啊。 有香吗?给我来点。掌柜的不敢再忽悠,老老实实回答。 这香我店里没了,姚悦眼尖地指着一旁,掌柜的不识程啊,那里明明有很多香。 掌柜的赶紧解释,哎呀,那都是别人预定的,已经付了定金。 下一批香,大概要两天后才能到货。 苏景有些为难,要是连一把香也没拿回去,祖师爷肯定又得闹脾气,还是不好哄的那种。 他歪歪脑袋掐指一算,怎么着,今天都得把香带回家。 几夕后就露出一道浅浅的笑意,对掌柜的说无妨,这些东西结账吧,帮我包好。 掌柜的文言麻溜地去给他打包。 苏景接了过来,却没急着离开,而是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 掌柜的一看有些慌,难道因为刚开始卖假货给他,小姑娘要找我麻烦? 不至于吧?他心惊地问,小姑娘,你这是干嘛? 苏景一笑,你莫慌,我等那位来取香的人。 老板一愣,转瞬松口气,笑得很和蔼。 姑娘,我与那位小道长说的时间是明天,他今天应该不会来这儿,明可能会空等一场。 苏景自信摇头,不会空等,因为他已经来了。 此时,一个穿着道士服的小道士满头大汗地向这边跑来,到了跟前喘着粗气。 老板,我们道观前几天在你儿订了不少的香,我来取货。 掌柜的这会儿心惊不已,这小姑娘算得也太准了吧。 连忙来到苏景面前鞠躬道歉,大师莫与我计较,刚才的事是我不对,是我狗眼看人地。 苏景见掌柜的面相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摆了摆手无妨,旁边的小道士有些不解是什么情况。 出声问老板,我要的香呢? 老板转过身,态度和善地说烧的,我这就去取货给您。 苏景适时地走过来,手上拿了一张平安符,我能用这张平安符跟你换一把香吗? 说着就递了过去,小道士顿时两眼放光,家有老顽童祖师爷,苏景为了能耳根子清静,和姚跃一同前往青城古街给祖师爷被香火。 不想上好的香,全被人预定了。 他拿出一张品项不错的平安符香给小道士,交换一把香。 小道士微愣,低头看了看苏景手里的平安符,又看向准备货物的掌柜。 朱老板,这是什么情况? 掌柜的笑着解释,这位姑娘也想要这种上好的香,但是店里没货了,东西你拿好, 你自己做决定。 小道士略微盘算了一下,他家师兄让他画符,但是他画了好几天也没画成一张。 而这姐姐手里的符纸品项甚好,拿去交差,肯定没问题。 再说,就一把香而已。 苏景见他眼珠子转来转去,笑了笑,怎么样? 小道有考虑好了吗? 小道士果断地伸手拿香? 姐姐我跟你换,合作愉快。 他大方地递了过去,苏景应了一声,合作愉快。 然后拿了香,便带着姚跃直接走人。 小道士也心情极好的,哼着小曲返回,想想自己真是的机灵鬼。 出了店铺不远,苏景随手就把手中的香还有其他的东西,全部放进了小的可怜的包里。 姚跃再次亲眼看到比例差距这么大的东西,轻松收纳。 阿景的空间服真是太厉害,太方便了。 一顿彩虹屁外加七代无比的眼神,真的真的好想要这空间服。 苏景收到那渴望眼神,对他来说不就是钱钱吗? 笑了起来,别急,回去我就给你画,要多少有多少。 姚跃只觉得好幸福,这样绝世好女儿都被自己遇到了。 他连连点头,我家阿景真好,突然一个算命摊子的摊主朝他们走来。 夫人小姐,相遇即是缘分,可要算上一挂。 苏景一看她的面相就知道这人是个骗子,那就顺手打个假吧。 目光里掺杂了几分玩味,你会算命? 那人故作高深莫测地扶了扶胡须,自夸了一番。 我胡大师在这条街上摆摊数十年,可谓是远近闻名,今天二位能遇见我,那可是走了大运。 他假装掐指算命,还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苏景一看这人自己都要倒霉了,居然还把别人当傻子。 倒要看看,他能瞎编出来些什么,然后就听到那人故作震惊地喊声。 这位夫人,你家中即将遭遇变数。 苏景十分配合地故作担心询问。 大师,你快说说是什么变数,人家好担心哦。 胡大师心想看吧,有钱人就是好骗,故作为难叹气,你丈夫的事业在未来一个月会遭到重创,搞不好会面临破产和牢狱之灾。 我劝夫人尽早化解,不然会性命难保啊。 姚月一见苏景的反应,就知道这是遇见了假大师。 那么,当然也要配合这演戏了,那应该如何化解呢? 胡大师两眼放光地开始专业忽悠。 夫人,我们的相遇,便是上仓指引我,为你们化解劫难。 故而,我只收一个亲情价,一万块。 一万块不仅可以为你加化去劫难,保你们身体健康,还可以让你们家宅兴旺。 财富更上一层楼,一套一套说的倒是让人心动。 原本平静的苏景,在听到亲情价一万块的时候,终于淡定不了了。 他这个真会算命的,一挂才两百块。 这假大师一出口就要一万,简直就是抢钱啊。 冷哼了一声,指着那胡大师,你口口声声说你自己是大师,那你可又算到你今天会挨打。 胡大师被苏景的气势吓到后退了几步,我说,你这姑娘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想动手打我? 我好心为你们指点迷津,你们还想对我动手,就不怕惹怒了我。 到时候,可没人能帮你们消灾解难。 苏景吃笑一声,现在的骗子都这么理直气壮的吗? 他掐指一算,打你的人已经来了。 苏景在青城古街遇到招摇撞骗的假大师,没想到胡言乱语,几句话就是一万块。 他直接不能忍了,掐指一算,你今日要被人揍得鼻青脸肿。 胡大师只以为和他一样都是满嘴跑火车,正要破口大骂。 就见一个气势汹汹的少爷带了一群保镖,指着他立声呵斥,就是他,骗了我十万,给我打。 话音落下,身后跟过来的保镖,琪琪对胡大师上下其手。 胡大师一颗金牙都被打飞了出去,楚少爷有话好好说,你听我认真解释。 姚跃一眼就认出来,这位打人的少爷就是楚家的独子楚灵,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胡大师的哀嚎声并没有引起其他人出来劝阻,毕竟大家都是同行,招摇撞骗偶尔遇见了硬茬子,挨打太正常不过了。 姚跃知道楚灵是个不好惹的主,怕苏景遭到殃及,想拉他回家。 苏景目光落在了楚灵身上却笑了,不急,在他眼里楚灵分明是来给他送钱的。 然后一脸兴奋的过去,可把姚跃给吓坏,阿景你快回来。 苏景对待客户那都是相当的态度好,楚少爷,买服吗? 正教训骗子的楚灵转过头来,顿时露出几分不悦。 这些人是不是都觉得我人傻钱多好忽悠,我都在教训骗子了,还赶过来问我买服不? 他当下就怒了,长得那么漂亮,做什么招摇撞骗的事,早点回家吃饭去,再敢纠缠,我连你一起打。 姚跃见情况不妙,赶紧上前把苏景护在身后。 苏景笑了笑,直接拿出一道,拂甩在了楚灵脸上,突然脸上贴了个符纸。 楚灵暴躁的张口,就想骂人。 只是下一秒,他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再没有那种莫名的暴躁之一。 他美美地享受,这形象和他平时暴力顽固模样太不符,保镖以为他中邪了,赶紧要喊醒他。 苏景事实凑了过去,楚少爷这半个月以来经常失眠多梦精神不济,控制不住脾气,心烦意乱,阴晴不定。 对吧,楚灵心中大惊,居然全被他说中了,难道我真的遇到大师了? 忙出声问您,还能看出来什么?苏景抬手,就把贴在他脸上的那张符拿了回来。 想白嫖眉门,那是另外的价钱。 楚灵体会到了那张符的效果,眼巴巴地恳求,大师,您别收回去啊。 苏景转过来晃了晃手里的符,体验时间已过,现在想要,可要收费哦。 楚灵急匆匆地点头买买买。 苏景直接伸出两个手指,两百块一分也不能少,支持各种方式付款。 楚灵闻言先是一愣,然后立马拿出了两百块递给苏景。 不由得感慨,真有本事的大师竟然只收两百块,不像那个招摇撞骗的狗屁大师,骗了我十万。 他气呼呼地过去,从胡大师身上把那十万块拿了回来。 胡大师就没见过这么扣的福尔代,打也打了,气也出了,钱居然还要拿回去。 苏景拿了钱,便把护身扶地了过去,并叮嘱他贴身带着不要离身。 楚灵这会儿,态度格外阴切,连连点头。 不知大师,可看出来,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苏景立即回到煞,但见楚灵一脸茫然,他耐心地解释,你身上沾染了煞气。 楚灵还是不太懂,但听起来应该是很严重的样子,一脸求助地望着苏景。 苏景也学了一把胡大师的自卖自夸,不用害怕,一把护身扶贴身带着,只需三天煞气即可化解。 最近几天不要乱跑,没事就赶紧回家。 楚灵顿时松了口气,顽固孩子瞬间变成了乖宝宝,连连点头,我都听大师的。 苏景和姚悦便坐车回家,车上苏景做了笔生意心情超好,拿出手机同意了楚灵的好友申请,然后把楚灵名字被注成了倒霉鬼二号。 姚悦琢磨了一会儿,越想越心惊,忍不住问了一句,阿景,你该不会是看上楚灵了吧? 苏景抬头一笑,你是说刚刚那个倒霉鬼啊,他的事还有后续,天机不可泄露。 有紫气的男人,向来都天赋极高,聪慧无比。 可此刻看着元七送来的调查资料,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资料上的苏景和本人实在相差太大。 此时取了货物的小道士一回到白云罐,就迫不及待拿着苏景给的平安符去找他师兄。 大师兄,我回来了,你看,这是我化成的平安符。 他大师兄方之鹤画符的手一顿,眉头一皱。 小道士却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开心的不行。 师兄,我的课业从今天开始,是不是就可以减半了? 方之鹤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小道士满眼期待。 心想,就姐姐这张符,肯定能蒙混过关,我可以去逮麻雀,不用做作业了。 然而下一秒,他就看到师兄沉怒的表情,从今天开始,你的课业加倍。 小道士顿时就不干了,大师兄我都化成符了,怎么还要加倍啊? 方之鹤冷哼,就这点小把戏,你还想忽悠我? 这张符的品项,怕是只有师父那样的等级才能画出来,你根本没那个道法。 而且,这张符所用的黄纸,与我们道官用的也不同。 试图作弊,却被拆穿的小道士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师兄放心,下回我会注意的。 方之鹤恨铁不成钢地捏了捏他小脸,说,你是从哪儿得到的这张符? 小道士指的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了一遍。 方之鹤文言又继续追问,那位姑娘年纪多大,可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小道士想了想,看着他应该刚成年,长得特别好看算吗? 方之鹤脑袋瞬间充血,什么都没观察出来,就只记得别人长得好看。 小小年纪不学好,拎着他耳朵过来,毫不客气地布置成法。 除了课业以外,每日再把清新皱抄写十遍。 气死我了,我这就去告诉师父,然后黑着脸离开。 留下小道士在原地哀嚎,师兄都打人家了,还去打小报告。 再说我哪里说错了吗?那姑娘本来就长得好看啊。 方之鹤拿着那道符,去找了他们的师父,白云灌灌主。 白云灌主看着这般品香的符,很感兴趣。 问徒弟,这符是谁画的? 方之鹤恭敬地回应,小师弟用一把香和一位姑娘换来的。 白云灌主若有所思,如此珍贵的符,怎么会用来换一把香? 这么大材小用,是那人不知道作用,还是别有用意? 方之鹤服诉小师弟的形容,那姑娘年纪不大,应该不是修道之人。 师徒两人,压根就没有往苏锦的身上去想。 这么年轻,若是还能画出这样的符,那岂不是绝世天才? 白云灌主想了想,既然这符是你小师弟得到的,你就让他好生戴在身上。 最近青城有些不太平。 另一边苏家,苏锦拿了一张空间符,和平安符给姚跃。 姚跃看到苏锦的时候,双眼放光。 阿姐,你这么快就画好了。 苏锦点点头,开始给他介绍作用。 你把空间符贴在你的包里,符上面的珠砂褪色,空间符就会失去效果。 另一张平安符,你随身带着,可保你平安顺遂。 姚跃感动的稀里哗啦,就要给苏锦一个熊抱。 阿锦,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然而还没扑过去,就听苏锦补充,两张符四百块,接受各种付款方式。 姚跃感动的表情僵了僵。 想起来了,我们家阿锦要赚钱。 他立即笑呵呵地拿出四百块递了过去。 苏锦乐颠颠结果,祖师爷知道我赚钱这么多,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姚跃一边贴符,一边好奇地问, 阿锦,平安符跟护身符有什么区别吗? 他记得给楚灵的,就是护身符。 苏锦捋了捋开口,平安符的侧重点在于保你平安顺遂。 护身符的侧重点在于抵挡外来的攻击。 姚跃文言随口吐了句,那为什么不能合二为一呢? 姚跃这话倒是给苏锦提了个醒,打开了他的新大路,他赶紧转身往楼上跑。 既然如此,何不研究一个进阶版护身符,平安护身房攻击等多效合一。 那样效果简直不要太好,还可以正大光明加钱。 一家之主回家看了老婆一眼,就躲沙发后面打开搜索矿。 老婆和女儿都疯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话接上回,姚跃一语惊醒梦中人,苏锦心智盎然地跑回房间研究多功能护身符。 姚跃差不多已经习惯了苏锦的一惊一诈,阿锦这么厉害,应该也无事。 他怀揣着新奇而又喜悦的心情,开始试验神奇的空间符,大了几倍的包缸放进去。 他就体验到了新大路的乐趣,这就是空间符的魅力吗? 然后就是疯狂地往他的包里塞东西,什么吹风机,水壶连电风扇他都要往里头塞,玩得不亦乐乎。 就在这时,苏正光回来了,老婆你在干什么呢?快来给老公一个爱的抱抱,好东西当然要分享。 姚跃开心地扭头告诉他, 老公,我们家阿锦真的很厉害呢,他刚刚给了我一张空间符,你看,真的很神奇。 我这个小小包能装好多好多东西,边说边试验给他看。 苏正光不由地红了眼眶,我这不就是出去工作了几个小时吗? 怎么阿锦还把你给带歪了呢? 他默默蹲在一旁,打开了搜索框。 老婆和女儿都疯了,怎么办? 想起医生的嘱咐,对待病人要耐心,绝不可以刺激他们。 终是自己扛下了所有。 房间里画符画到一半的苏锦,又见到祖师爷的牌位倒了下来,又闹脾气了。 他恍然反应过来,哎呀,我这不是画符心切吗? 这就给您上香。 祖师爷放心,刚到青城,我就赚了不少的钱。 我一定能把玄清冠发扬光大,让祖师爷受更多的香火。 别人家后妈恨不得把自己的命都交给女儿。 楚琳的后妈是千方百计要夺了她的命。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豪门别墅,楚琳自从贴身带着那张护身符,整个人神清气爽。 回到楚家的时候,心情不错地跟女仆们打了个招呼。 女仆们难得见到少爷心情好的样子,一个个都忘记了之前的暴力少爷,花痴泛滥。 楚琳的后妈瞧见她乐颠颠的模样,笑着问了一句,这是遇见什么好事了吗? 楚琳停下脚步,开心地跟她分享,确实是遇见了天大的好事。 后妈书云见不得她开心,但面上却坐得很关心她,试探地问什么是这样高兴呢? 楚琳被乐读后妈的假脸蒙骗,毫无防备地跟她实话实说。 我遇见一个本事超高的大师,还炫耀般地拿出她的护身符。 看,大师给我的这张符,说,只需三天就可以化解我身上的事。 楚琳小心翼翼地往歪处引导,楚琳啊,这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大师,你的情况很可能就是你没休息好。 楚琳不高兴地反驳,我说,她是大师她就是大师,很多事只有自己亲身体验过,才知道好坏。 楚琳继续诱导,行吧,我相信你遇见的是大师,但你最好还是把福扔了。 你父亲厌恶这种事,瞧见了免不了是一顿争吵。 楚琳与她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对付,不屑地冷哼你少管,然后气呼呼地摔门回房间。 楚琳脸上的笑意也被冷意所取代,她不相信楚琳遇见了真大师,毕竟真大师哪有那么好遇见的。 她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位大师,回了卧室便给那位大师打了个电话,得知楚琳身上的咒有所破解。 她愣了愣,还真让她遇见了,不过也阻挡不了她要杀楚琳的心,毫不犹豫地告诉对方,我家前,楚琳必须死。 谁能想到,可爱男孩泡个澡,差点丢了命。 楚琳的后妈家前,让坏大师再动手一次,不要了楚琳的命不罢休。 跟楚家不差钱,沟通好后,书云删了记录,望着楚琳房间方向冷哼,我看你还能活多久。 而房间里的楚琳根本不知危险将要来临,心情美美地放水,准备泡个澡,去洗澡的时候,害怕符纸被谁打湿,但不把符带在身边又觉得不安全。 于是她找了个防水袋,把自己的救命符放了进去。 做好这一切后,她才哼着小曲儿踩进浴缸,符纸就放在浴缸上,心情愉快地倒了杯红酒,又打开电视机。 她要享受这份几个月没有过的舒坦。 然而几分钟后,正在播放穷妖剧的电视机呼得闪屏,还发出了滋滋的声响。 楚琳一脸无语吐槽电视机的质量差,这才多久就坏了。 还有头顶上的吊灯也开始忽明忽暗,都是些什么狗屁质量,好心情全被破坏了。 她骂骂咧咧了两句,就站起身准备出浴缸,却突然感觉整个人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完全动不了。 周围还阴森森,想喊救命却发不出声,而后又一道强大的力量掐住她的脖子。 楚琳心中大惊,眼底逐渐染上一层恐惧。 紧接着,她整个人下滑到浴缸里,喝了好多洗澡水,就在濒临窒息的时候。 她挣扎着离斧指越来越近,然后护身符发出一道金光,一阵暖风袭来。 刹那间,楚琳心思清明,重新掌握了身体的控制权,几乎是想也没想地握住那张护身符。 只见护身符上的朱砂微微褪色了,她的惊恐度翻倍。 猛地从水中起身,裹上浴巾,就往外跑。 她虽然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但能确定是大师给的符址救了她。 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给苏锦打了个视频通话,刚刚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太吓人了。 视频接通后,楚琳一看到苏锦的那张脸,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大师救命,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苏锦十分淡定地看了她一眼,我不是说了护身符不要离身吗? 楚琳一拍脑门,有些懊恼,忘记了大师的提醒。 难道大师,你早就算到我有这一件? 苏锦打了个哈欠,困得不行,我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发给你。 你明天早上过来找我,只要护身符不离身,就不会出问题。 楚琳看着苏锦发的地址,倒是她认识的别墅区。 在房间里待了几分钟,越发觉得没有安全感,根本等不了明天早上。 然后果断地穿衣,握紧手里的护身符,出了楚家。 楚琳这边刚离开,书云就给她那位大师打招呼,我那个便宜妓子开车离开了,这会儿可是大好机会,切莫错过。 那头的大师询问她可知楚琳找来的帮手是什么来历。 书云摇头不清楚,如果可以让这个大师和她一起消失。 不差钱,她心里美得很,今晚楚妇没有回来,楚琳深夜开车出了意外,完美地掩饰了真相。 而这个家的产业就都是她的了,走在路上被花瓶砸,被风狗咬,被货车别脚。 楚琳靠着苏锦的福祉堪堪躲过,想想都崩溃。 书云找的大师也趁机加钱,夫人,我刚才就按照你的意思做了,但她身上的护身扶救了她一命。 想来她遇到的那位大师是个棘手人物。 书云闻言冷哼了一声,周大师你放心,只要楚琳死了,楚家的财产就是我的,到时候我再给两百万。 周大师听她这么大方,连连应下,楚夫人放心,干不死你儿子我跟你姓,定会如你所愿。 书云又按照周大师吩咐去楚琳房间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那边便开始做法。 与此同时的楚琳开着车往苏家赶,短短的二十分钟路程,她清晰感受到了那张福在她身上灼烧了三次,等于她又三次死里逃生。 整颗心都有点承受不住这惊险刺激,待她赶到苏家别墅区外面时,迅速下车紧紧拽着护身符。 摊开一看,原本烟红的朱砂,此刻只剩下一抹淡淡的红色。 救命草摇摇欲坠,她脸色大便,慌忙往别墅区里跑。 她知道只有苏大师能救她,可惜别墅区保安将她拦在外面,什么苏大师李大师的。 这么晚了,你又不是这里的业主,所以不能进去。 楚琳当场就给她表演一个痛哭流涕,还撒娇,保安哥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保安觉得这人脑子可能有问题,那就更不能放进去了。 同一时间,苏锦心有感应,不开心地下了楼,都告诉她明早再来找我,偏偏要提前赶过来。 看来这储少爷不懂万事万物皆有命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 原本背后的人在动手失败后,不会再那么快发起第二次攻击。 但就因为她选择今晚赶过来,以至于让对方觉得这是个好时机。 所以才导致了楚琳今晚要遭受到大捷。 只穿了睡衣的苏锦,推开苏家大门,这算是加班了,得让她加钱。 她刚走了两步,隔壁别墅的袁锦也走了出来,袁锦还在碎碎念,三言慢邪,外面风凉。 袁锦察觉到眼前有身影,缓缓抬眼,眼睛里就冒出星光,快不上前跟苏锦打招呼。 这么晚了,苏小姐这是要去哪儿?苏锦心不在焉,回了去做生意。 这两人的态度可把身后的袁锦可惊道了。 苏锦远远就看到楚琳在门口和保安斗之斗勇要闯进来。 此刻的楚琳已经暴跳如雷,我都说了我朋友在里面,我要进去。 保安很静止的就是不让,那你给她打电话,让她来接你。 楚琳也想打电话,只是手机莫名其妙地坏了,不管她如何说如何闹。 保安态度一直强硬,你少给我演戏,想进去没门,楚琳此时又无助又慌张。 明明就那么几步路,却偏偏像是跨生死一般,真的错了就该听话。 明天早上再来,苏锦脸色微变,不好,傻大少要出事了,急忙往前面赶。 袁锦也跟上试探着询问,苏小姐,我能跟过去看看吗? 苏锦心想让袁锦看到她的本事,增加信任度也好,便同意了,随你吧,不过会有危险。 袁锦刚说自己不怕,就被风枪的连咳了好几声。 苏锦看着大客户微复眉,那你们跟在我后面。 袁锦心然照做,袁锦忍不住付匪,让我家三爷跟在后面,还真敢说。 不过这苏小姐到底在做什么生意,还真是让人好奇。 这边百般无奈的楚琳又设施手机,可依旧是打不出去。 最重要的是她发现,符纸上的朱砂全没了,整颗心拔凉拔凉,而且身体也感受到一阵阴风,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保安大哥,你有没有觉得冷? 待她再回头时,刚刚阻拦她的保安也不知去了哪里,周围静得可怕。 忽然她手中的护身符传来一道灼烧感。 她摊开手掌,护身符彻底失去了作用,化为了灰烬。 风一吹,连灰都不留下。 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又来了,她第一次感受到绝望是什么滋味。 楚琳手上的符纸化为灰烬的那一刻,她绝望无助。 更重要的是,危险已经到来。 猛地感觉自己的脖梗仿佛被人紧紧扼住,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往上移动。 苏锦带着袁景元七跑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楚琳面前空无一人, 但她紧捂着脖子掉在半空,像在与人做斗争般,面色扭曲。 元七哪见过这种诡异场面,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人是见鬼了吗? 楚琳看到大师出来了,拼着最后一口气喊了一声救命。 苏锦皱了皱眉,真是麻烦。 抬手一甩一张,扶平空出现,外加一阵咒语, 然后飞出去打在楚琳身上,刹那间击退缠绕楚琳的死气。 得救后的楚琳扑通一声落在地上, 她下意识去摸自己的脖子,喜极而泣,我还活着,我没死。 苏锦却气冲冲地抓起楚琳的衣服拎了起来, 我不是说过让你明天再过来的吗? 为什么不听话? 楚琳看到苏锦,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见到妈妈一般,哇哇大哭。 我害怕,大师救命,我不能没有你啊。 苏锦嫌弃地看了一眼这个傻少爷, 你要是听我的今晚,就不会有这事。 楚琳哀嚎的声音过于淒厉,惊动了旁边的保安室。 保安走了出来,看到楚琳的模样有些无语,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楚琳委屈地回头,哪里走了? 我压根就没离开,保安室越发觉得这孩子很欠揍, 还撒谎,我明明看着你离开的, 你的意思是我刚才见鬼了? 楚琳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哇哇起来, 可不就是见鬼了吗? 苏锦倒是从两人的对话看出, 怕是这位保安也被迷了眼, 跟着一起着了道, 然后他开口跟保安解释, 不好意思保安大叔, 他是我的朋友,我先带他走了。 一把拽住楚琳的衣领, 把他拖进了小区, 保安有些无奈地提醒, 那苏小姐,你看着点女朋友, 大晚上的别让她哭嚎打扰其他人。 苏锦嗡了声,就渐行渐远。 吓破胆的楚琳紧紧抱着苏锦的胳膊, 整个人都快贴上去了, 袁锦莫名有些吃味, 苏小姐是打算把这位先生带回苏家吗? 我觉得这个时间你爸妈应该睡了, 还是不要惊扰他们了, 不如把这位先生带到我家吧。 楚琳一个劲哭唧续道, 苏大师,你千万不要抛弃我啊。 苏锦想想, 这玩意儿带回家确实好吵, 也就同意了。 袁锦唇角弥漫一丝淡淡的笑意, 袁妻还不过去接手。 没一会儿回到袁锦的别墅客厅, 楚琳笑呵呵地给袁妻道谢。 袁妻面上说得举手之劳, 心里却撇了撇嘴, 要不是三爷的命令, 我才不服呢, 我的手是用来扶三爷的。 苏锦板着小脸, 认真的看着楚琳, 以后要按照我说的做, 不要再自作主张, 除非你想死了。 楚琳连连点头, 老实地不像话, 发誓以后以苏大师的话为圣旨。 苏锦又瞅了瞅他面相, 白天见你时, 你身上只沾染了煞气, 而现在你硬堂发黑, 甚至还冒着死气。 如果我没有及时出现, 你可能已经去见阎王爷了。 楚琳的眼泪又要掘跌而出, 紧紧握着苏锦的手。 救救我呀大师, 我还年轻, 我不想死。 苏锦叹了口气, 万事皆有因果, 你遇上我是因, 我救你是果。 放心吧, 接下来的事情我会解决。 又看向一旁闲适的袁锦, 袁三爷, 你们二人可能需要回避一下。 袁妻不明所以, 这可是我们家。 袁妻很听话起身, 按苏小姐说的做, 然后就从沙发挪到了桌子边, 乖乖坐下。 苏锦有些无语, 这个回避可以说, 就没有回避吧。 算了, 还是对付即将要来的东西要紧。 她扭过头来, 安静的客厅里, 平白闯进一阵邪风, 准确无误地认准了楚琳朝着她袭去。 楚琳只感觉自己浑身又阴又寒, 还像刀割一样生疼。 苏锦脸色微冷, 反手就是一道符指, 催动咒语, 直接将那股邪风打散。 同一时间, 另一边开弹做法的周大师, 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周大师眼神惊骇, 怎么可能有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破坏我的阵法? 他想到楚琳身边有大师, 该死的圣赋玉, 让他准备玩把大的。 是汹汹的夺命大阵, 苏锦一张符指就轻松破茧。 背后做法的周大师, 不仅没有收手, 反而圣赋玉作祟, 取出一个弹子念了几句咒语,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客厅刚安静一会儿, 楚琳正要询问是否没事了。 苏锦便让他别出声, 他感觉到了一股很强大的威压。 几夕后, 邪气威压越来越重, 圆景本身因为紫气和死气的特殊原因, 这股威压加重了他身上的死气。 头晕目眩咳个不停, 圆气吓得大喊大叫, 苏锦当即逼出一丝灵力点在圆景眉心, 一面念咒语, 一面画符, 金光乍现, 圆景身上的外来威压被驱散, 死气与紫气也蹲着安静下来。 他长舒一口气, 自己会有这么大反应, 难道这次来的东西不好对付? 苏锦笑看着他自信安抚, 没关系, 有我在, 别怕, 圆景愣了愣, 就像是一个人在黑暗里突然见到了光, 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和目标, 他红着脸温柔笑着, 那就有劳苏小姐了。 这时, 房间里开始出现剧烈晃动, 一个鬼魅般的黑影破窗而入, 恐怖如斯的他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朝苏锦抓来, 苏锦慢条斯理地躲开,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邪物, 看来必须得认真对待一下了, 然后抬起手一丝灵力, 牵动着天雷浮, 妖魔万鬼, 朱战无盖, 太上胜利, 浩荡无尽, 五指朝着邪物的方向展开, 砰的一声和邪物对撞上, 邪物的力量被击退, 还受伤低了几滴黑血, 然后他狂暴地使用精神力, 想要将房间里的人都吞噬, 苏锦恍惚了一瞬, 这家伙好强的精神控制能力, 一般人还真降服不了他, 还好我不是一般人, 他当即甩出两张符纸, 朝着邪物飞去, 将邪物牢牢缠注定在那儿, 防止他逃跑, 黑漆漆没个人形的鬼东西, 在试图挣扎, 却像捆仙绳一般, 越挣扎越紧, 因为符纸原因, 袁锦等人清晰地看到了那邪物, 眼睛一个瞪的鼻个大, 这他瞄的是什么玩意儿, 鬼吗? 苏锦拨开这些看稀奇的人, 都离远一点别挡着, 还没完事儿呢, 然后他双手结印, 使用神鬼射电刑罚, 轰隆一声金光火焰过后, 又一道符纸引出天雷, 雷电咔嚓一声, 劈在那个邪物身上, 邪物发出一道凄惨叫声, 然后便是烟消云散, 什么也没剩下, 袁锦看苏锦的眼神都变了, 之前是自己狭隘了, 现在看来, 苏小姐, 这样的世外高人, 我家三爷是不配的, 楚琳更是满眼崇拜,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灭了鬼东西, 还能徒手引来雷电, 这个大腿必须要抱, 然后就有了他, 抱着苏锦的腿部撒手, 大师,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 苏锦只以为这家伙, 是想要攀关系, 让他打折, 精明的要拉开距离, 第一, 我年纪比你还小做不了你父母, 第二, 就算你攀关系, 我也不会给你打折的, 这大半夜的干活你好意思扣我钱, 楚琳赶忙解释我不要打折的, 您说多少我就给多少, 袁锦也好奇地走了过来出声问, 苏小姐,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苏锦对于大客户态度一向很好, 耐心解释是邪恶, 苏锦展现出的实力, 让袁锦等人无限崇拜, 更觉得自己修了八辈子福气, 才遇上苏大师, 一屋子都是客户, 苏锦便耐心给他们讲解, 何为邪恶, 修道之人, 以自身血液滋养鬼魂, 而后再利用阵法, 将其炼化成邪恶, 为自己做事, 不过, 养这种邪恶的人, 也要付出极大代价, 楚琳好奇地, 问干这么恶毒的事, 会有什么代价呢? 苏锦望着楚琳解释, 养邪恶的人, 与这邪恶命脉, 早就绑在一起, 邪恶被灭, 他也会跟着没命, 背后做法的人, 想来已经死了, 楚琳虽然玩事不公, 可从未伤过人命, 吓了一大跳, 那我之前身上沾染的煞气, 也是这人所为吗? 苏锦肯定地点头, 不过那人不会无缘无故害你, 想来是他后面有一个想要你死的仇家, 至于这个仇家是谁, 那就需要你好好想想了, 楚琳实在想不到, 想自己死的人到底是谁, 虽然自己不干正事, 可也没干啥坏事啊, 更没有和人结下过死仇, 一马归一马, 此次的事已结, 苏锦开始清算, 为你解决这件事, 一共用了四张符, 再加上我耗费心神除掉邪物, 我勉强给你一个良心价, 一千二, 接受各种付款方式, 楚琳文言略思索, 他有听闻那些大师看个风水, 都是百万起步, 而刚当苏大师, 可是救了自己的命, 一千二百万不算贵, 就是兜里, 现在没这么多钱, 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大师, 我可不可以先给你一部分, 等我明天回了楚家, 再给你剩下的, 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赖账, 苏锦顿时觉得, 这个富二代怕是假的吧, 白了白眼, 一千二你都没有, 楚琳声怕得罪了苏锦, 好言好语的哄着, 我明天一定给你, 苏锦嫌弃的点点头, 行吧, 那你先给一部分吧, 元妻也是知道楚家的, 不免有些炸蛇, 小声的跟自家三爷吐槽, 一千二百都付不起, 这楚家少爷也混得太差了吧, 楚琳被所有人嫌弃, 心里郁闷的不行, 再也不会只顾吃喝玩乐了, 以后一定会努力赚钱, 心酸的给苏锦转了两百万, 苏锦看着手机里的盗账记录, 惊得目瞪口呆, 连忙抬头看了看, 楚琳是不是点错了, 又看了看倒霉蛋一号元景, 忽然想通了什么, 楚琳乐呵呵的上前表示, 剩下的一千万, 我明天一定给你, 苏锦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想当初第一笔生意, 问元景要二百, 收到二十万, 如今只想要个一千二百, 又要给我一千二百万, 只能说, 青城真是好地方, 元景见苏锦反应有些奇怪, 他回头看了眼元妻, 你上次买的付多少钱, 元妻尴尬的笑了笑, 两百块, 我是不是给的少了, 元景一阵无语, 怪不得当时元妻说, 不用报销, 忽然意识到, 这位苏小姐不太懂圈子里的价格, 终于有一个地方, 是他可以帮忙的了, 便让元妻笑呵呵的上前, 楚少爷, 已经很晚了, 就在这休息吧, 剩下的一千万, 明天回了楚家, 再转给苏小姐好了, 苏锦看了一眼, 正看着他的元景瞄懂, 他这是知道, 倒霉的二号传多了, 他这般做, 那就这样吧, 楚灵欲哭无泪, 今夜过得惊心动魄, 这一折腾我哪里还敢睡, 苏锦笑眯眯拿出了两张符, 一张是进阶板护身符, 一张是安神符, 保你一觉到天亮, 相遇就是缘分, 这两张符算是我送你的, 楚灵心花怒放的揣进兜, 苏大师, 你人真是太好了, 压根就没有往别的方面去想, 元景元妻憋着笑, 看破不说破, 谁让冤大头这么可爱呢, 元妻识趣地赶紧领着楚灵去休息, 楚灵小可爱满是感动, 这里的人真是太善良了, 客厅里只剩下苏锦和元景两人, 元景笑着开口, 苏小姐是不是应该谢谢我, 苏锦已经弄明白了, 但是不懂行情这种事才不会承认, 两手一摊, 故作不知谢你什么, 刚刚一脸霸气沉稳收拾邪屋的苏小姐, 此刻因为不懂行情而略微傲娇的模样, 让元景由心而笑, 我原本还想跟苏小姐说一说, 圈内大师算命驱邪的价格, 现在看来应该是不用了, 苏锦一摸还是很想知道圈内价格, 要不然后面生意越来越多, 得多亏, 但是打死也不承认自己不懂行情, 他故作一本正经的开口, 没关系我有时间, 愿意跟你讨论一下, 要是我定的比别人高了, 那样不太好, 元景忍住笑意才没有笑出声, 很懂事配合的说苏小姐说的有道理, 苏锦见他如此懂事, 对他的印象又好了几分, 你不用苏小姐苏小姐的喊我, 直接叫我名字吧, 元景摸了摸, 苏小姐对自己好像很大方, 他也想要和苏锦拉近关系, 然后试着换了一声阿景, 苏锦顿时羞红了脸, 叫我名字也不是让叫的这么亲密吧, 不过想想算了, 反正就一个称呼而已, 也不是很重要, 自以为拉近了距离的元景, 又凑了过来, 阿景以后也可以喊我的名字, 苏锦痛快回音好的, 元景一下心花怒放, 离那个目标又近了一步, 据我所知, 原本他一张福二百块, 想要赚一万都得好久好久, 但如果按照圈内收费, 那岂不是很快就要成为亿万富翁了, 祖师爷等着我, 我马上就能赚上一大笔钱, 把玄亲冠发扬光大, 刚想要回家给祖师爷分享喜悦, 元景却喊住了他, 阿景, 楚琳的事情你能那么快解决, 那我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 苏锦神色略微沉重, 你身上的情况比他棘手得多, 我不是要涨价的意思, 你的钱我已经收过了, 就会帮你解决这件事, 但我之前说过, 逆天改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尤其像你这样的紫微之命, 我已经帮你压制了身体的死气, 害你的幕后之人定然会察觉到你的情况, 还会对你下手, 到时就是把真凶揪出来的最好时机, 你放心, 只要我在你就不会出大事, 元景倒是发现了一个正当接近苏锦的理由, 点点头, 我知道了, 我送阿景回去, 次日一早, 楚琳因为苏锦给的进阶扶税的那叫个香甜, 精神饱满的准备, 带着苏锦回楚家, 而楚家这边, 书云因为策划谋害楚琳一事, 一夜未睡等消息, 结果天都亮了, 还没有得到周大师的回复, 不耐烦地打电话质问, 却发现对方电话关机, 他攥着手机, 恨得咬牙切齿, 该死的, 居然拿钱不办事, 敢骗我, 说着, 就拿起他的包, 准备出门去找周大师算账, 让我逮到你, 今天就是你的继日, 刚打开房门, 准备出去就愣住了, 楚琳正好回来, 不知情的他, 还热情地跟着后妈打招呼, 书云秒变脸, 又装作一副贤良淑德的模样, 心里却在咒骂周大师这个废物, 竟然失败了, 让这小子活着回来了, 当看到楚琳旁边有姑娘, 他更是诧异, 这小子平时纹裤归纹, 但从没往家里带过姑娘, 他敢忙问楚琳, 这位姑娘是谁, 楚琳乐呵呵地回头, 苏大师, 你进来随便看吧, 苏锦收了楚琳那么多钱, 自然要把这件事全部解决掉, 所以来楚家找线索查幕后真凶, 但他一看到, 舒云就笑了, 不用费心费力找了, 主动地自我介绍, 楚夫人你好, 我叫苏锦, 舒云一听这名字, 立马脸了笑意, 苏锦, 苏家刚找回来的女儿,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苏锦一到楚家, 就发现了幕后凶手, 楚琳这个小可爱还不知情, 乐呵呵地, 想要给后妈介绍苏锦的神通广大, 人美心善, 话未说完就被舒云吼了回去, 楚琳你知不知道, 这位苏小姐在圈内是什么名声, 她就是个祸害, 她一句话说的, 徐家妻离子散, 又是破产又是坐牢, 你怎么能跟她混到一起去, 楚琳文言一把护住苏锦, 冷声呵斥了舒云, 你闭嘴, 她才不是祸害, 她是小仙女, 楚家只有楚琳这么一个儿子, 楚琳母亲又早早离世, 舒云在楚家这些年, 从来没跟楚琳有过这样争吵, 她更加确信苏锦是个小祸害, 你竟然为了她和我盯嘴,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楚琳自从见识了苏锦的超凡能力, 那就是她心中的神, 是不可冒犯的, 冷冷回对了一句, 谁让你胡说八道, 然后就不管她难堪的脸色, 直接拉着苏锦往里走, 苏大师, 快请进来, 舒云还不放弃地跟上出言威胁, 楚琳, 你这样随便把人带进家里来, 你爸要是知道了, 后果会很严重, 楚琳本就跟她父亲不对付, 她这句话反而激起了她的反骨, 苏大师别理她, 你看我家有破产坐牢的风险吗, 苏锦认真看了一圈她家的风水, 徐家破产坐牢是因为他们作孽违法, 这是因果, 也是人们常说的报应, 又转头关了下楚琳的面相, 你硬堂清晰分明, 开阔圆润, 是大富大贵之人, 但气韵这种东西并非永恒不变, 还需你多多行善, 切莫作恶, 这颗定心丸让楚琳十分高兴, 发誓以后多行善, 特别乖巧的点头, 以后我都听大师的, 这边喜悦的气氛立即就被舒云泼了一盆冷水, 苏小姐, 你这神神叨叨的, 不会是脑子的病又犯了吧, 楚琳狠狠瞪着舒云, 你要是再对苏大师不敬, 别怪我不客气, 以前她觉得这后妈人还可以, 今天却这么尖酸刻薄, 苏大师这样的仙女是能随便议论的吗, 她才是脑子有问题好吧, 舒云一看楚琳真生气了, 又赶紧装起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不是担心你受骗吗, 一直未说话的苏锦突然坏坏一笑, 楚夫人你是担心楚琳受骗, 还是瞧见楚琳好端端的回来, 心里不爽呢, 此言一出, 舒云的咸凉笑容垮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心里也后怕, 这小祸害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楚琳听到这话愣了几秒钟, 很快就反应过来, 她立马拉着苏锦往后退了好几步, 有些后怕的小声询问, 苏大师, 害我的人是她, 苏锦点点头N了声, 楚琳脸色变了又变, 就说嘛, 十个后妈九个坏, 舒云看看两人那副模样, 心底那叫一个气, 你这该死的小祸害,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可是楚琳的妈妈, 比亲生还亲的那种, 我怎么可能害她, 你再敢胡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 苏锦微挑眉看着她, 你在心虚, 舒云破口大骂, 我心虚个屁,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我嫁进楚家这几年来, 没功劳也有苦劳, 楚家人都看在眼里, 见苏锦不好骗, 舒云转头哭唧唧地看着楚琳, 楚楚, 你要相信舒仪啊, 这么多年的相处, 我怎么会害你呢, 可惜, 任凭舒云怎么说楚琳都不再相信, 小仙女的话才是准确无误的, 气呼呼地开队, 你这可怜的样子, 就留给老爷子看吧, 还拿出手机, 给她亲爹打了个电话, 你媳妇要谋杀我, 你最好快点回来, 听到这话舒云差点被气死, 辛辛苦苦伪装好几年, 一招回到解放前, 你不用给她打, 我亲自去找她, 然后就赶紧要往外跑, 苏锦慢悠悠地开口, 楚夫人打算外出, 是想去找那位做法的大师吗, 舒云脚下一顿, 神色慌张, 愤怒地望着苏锦大吼,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我约了几个小姐妹做美容, 我是要去美容店, 然而, 她此刻的神情已经暴露了她, 楚琳更加确定, 后妈有问题之后, 一马开始她的影后表演,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这个祸害就是在挑拨离间, 楚琳没在搭理这个天天嘘寒问暖, 被地里却要弄死她的后妈, 小声地跟苏锦商议, 苏大师, 我们没有证据, 如何证明是舒云小害死我呢, 我亲爹不信玄患事, 苏锦却递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你放心吧, 等你亲爹来了, 我自有办法, 无论再怎么伪装, 他接电话说后妈要杀她, 叫她亲爹回来, 然后就殷勤无比地给苏锦投喂各种点心水果, 舒云也意识到这个小货害不简单, 她烦躁无比, 在心里思索自己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愤恨地瞧着楚琳跟个狗腿子似的在苏锦身边巴巴个不停, 那个小货害没心没肺地吃得欢天喜地, 等楚父回来了, 我一定要让你们好看, 这会儿, 楚父急匆匆地赶回了楚家, 你们俩的怎么回事, 舒云立即声泪俱下地扑过去, 开始告状, 老公,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楚琳听信了苏小姐的话, 认定我想害她, 可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你要为我做主啊, 楚父一听, 不悦地看着楚琳, 你舒仪这几年对你如何, 你心里不清楚吗, 怎么能因为外人一句话, 就做出如此无理的行为, 楚琳仗着苏锦在, 理直气壮地反驳, 就是她害的我, 舒云又是一副贤良舒德委屈的模样, 楚楚啊, 你说我害你, 证据呢, 而且我害你什么了, 你不是好好地站在这儿吗, 楚琳双眼亮晶晶地示意苏锦, 苏大师证据拿出来甩她脸上, 苏锦悠悠吞下葡萄, 比楚琳还要理直气壮, 我没有证据, 楚琳当场裂开, 我的小心脏啊, 苏大师不带你这么玩的, 苏锦回了楚琳一个放心的眼神, 楚琳顿时就不着急了, 就说嘛, 苏大师最靠谱了, 舒云逮准机会, 当即指着苏锦一番埋怨, 徐家就被他乱说一通, 害得多惨, 楚妇也有所耳闻, 苏家刚找回来的小姐试迹, 语气不善地开口, 苏小姐, 请你离开我楚家, 我楚家不欢迎你这种满嘴胡说的人, 苏锦从容拍了拍手,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我有这个, 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真言符,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舒云这个影后, 飞射而去, 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舒云的头上, 然后很快消失不见, 舒云吓得张牙舞爪, 想把符纸接下来, 却怎么都看不到符纸在哪, 楚妇意识一脸震惊, 楚琳更是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她着急的样子, 像个跳大神的神婆, 苏锦念了句咒语, 打了个响指, 舒云立刻眼神呆滞, 然后无法控制地, 开始狂吐心里话, 你这个小祸害, 坏了我的好事, 回头我就找别的大师, 让你不得好死, 他这般尖锐刻薄的模样, 让楚妇恍然, 说好的温柔咸凉呢? 不可置信地看着舒云, 你在说什么? 舒云知道自己失言, 赶紧捂着嘴, 想要解释, 然而根本抵不住真言符的威力, 尖锐刻薄的声音又响起, 我不仅想弄死苏锦, 我还要弄死楚琳, 要不是苏锦这个小贱人横插一脚, 楚琳昨晚就该死了, 还有那个可恶的周大师, 我花了几十万买楚琳的命, 他居然没办成, 亲耳听到枕边人这般说, 楚妇那叫一个心痛, 你真的预谋杀害楚楚, 到底是为什么? 舒云冷哼, 楚琳死了, 楚家的财产就是我的,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是至死不渝的爱情吧? 你比我年纪大那么多, 不图你财产, 难道我图你年纪大吗? 拿着你的钱去找小白脸不香吗? 楚妇接连被扎心, 有些崩溃的质问, 为什么? 我对你不好吗? 我从未断过你的钱, 你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 舒云骂骂咧咧发泄心头最真实的想法, 我嫁给你整整五年, 你从来不提要孩子, 你分明就是想把楚家所有的财产留给楚琳, 那我只能自己动手抢, 楚琳憋着笑静静吃瓜, 看这回老头子还掌心不, 舒云忽然又把矛头指向苏锦, 还有你这个小贱人, 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非要在这种关键时候出现, 要不是那个周大师不靠谱, 楚家已经是我的了, 楚琳呲呲了一声, 真言符的力量真厉害, 这完全是在自爆啊, 小仙女的大腿我一定要抱好, 苏锦眼里满是冷意, 你知道那位周大师为什么没有音讯吗? 舒云恨不得咬人, 是你这个小贱人搞的鬼, 苏锦阳纯倾笑, 他昨晚做法想害死楚琳, 可惜道行不够高, 被我化解, 想必那时他就遭到反噬, 一命呜呼了, 舒云从没想过, 小姑娘年纪轻轻, 会有这般实力, 下意识后退一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楚妇, 在得知当年的美好相遇, 全是舒云的设计, 甚至跟他在一起时, 还刚留了富二代的孩子, 这会儿都有些崩溃了, 舒云更是面部扭曲, 事到如今还不愿相信, 苏锦有那能力弄死周大师, 楚琳双手插腰呵斥,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现在不是已经见识到苏大师的厉害了吗? 一张真言符就让你自爆, 你居然还不信苏大师道法高深, 真是蠢死了, 舒云也有些崩溃, 自己苦心算计经营了那么久, 最后居然毁在苏锦身上, 他眼里全是不甘, 张牙舞爪地冲上去, 都怪你这个小贱人, 坏我好事, 我要杀了你, 我要送你上西天, 楚琳很有担当地横在中间, 苏锦无语地摇摇头, 楚夫人太看得起我了, 以我现在的道行, 还没法去一往西天, 面对恶毒后妈, 楚琳也毫不客气地直接将他推开, 你差点害死我, 还想在我面前杀人, 舒云被强横的力道推开, 撞到落地窗上哀嚎了一声, 楚琳不满地喊了一句, 苏大师, 他是不是要碰瓷, 舒云气得头晕目眩, 昏迷前还嚷着, 楚家的财产是我的, 全都是我的, 楚夫又气又恨又痛心, 自己怎么就那么眼瞎地看上了舒云呢, 真是千算万算, 算不到他竟是我楚家家贼, 楚琳懂事的过去宽慰老父亲, 别伤心老爷子, 你不是还有我这个好大儿子吗, 楚夫有被安慰到, 有些为难地看向苏锦, 苏小姐真的没有别的证据吗, 只凭他的直言片语, 怕是难以给他定罪, 楚夫这话的意思就是, 想把舒云送去坐牢, 苏锦想了想, 楚夫人这次的事情, 楚先生可以寻求清城的特殊小组, 他们会帮你收集证据, 楚夫一连猛圈, 什么特殊小组, 1200万的大客户, 苏锦很耐心地解释, 就是专门处理这类玄幻案件人员的一个统称, 具体的, 我也不太清楚, 但这几天, 他们应该就会来找你, 楚先生也可放心, 楚家的事, 我不会向外透露一个字, 被别的人传出去, 那就与我无关了, 楚夫很满意苏锦的识趣和聪明, 楚琳乐颠颠地送苏锦走出楚家, 苏大师, 那一千万我一会儿就让老爷子给你转过去, 苏锦恩了声不及, 以后你父亲楚先生若有什么事, 可以随时联系我, 楚琳顿时一惊, 开始胡思乱想, 联系苏大师可不是个好兆头, 难道我爹以后会出什么意外, 苏锦见他如此模样, 忙出身宽慰, 不是什么大事, 莫多想, 楚琳闻言松了口气, 那就好, 老爷子可不能出事啊, 他还得赚钱养家呢, 可楚琳不知道的是, 他刚经历的生死节, 在苏锦眼里也不是什么大事, 回到苏家后, 苏锦就收到了短信提醒, 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千二百二十万的余额, 给祖师爷报备, 发财了祖师爷, 没想到咱们这行在清城这么吃香, 要不要多久我就能将玄清冠发扬光大, 姚悦忽然叹了的头进来, 阿锦, 我可以来给祖师爷烧一炷香吗? 希望他继续保佑, 我们阿锦赚大钱, 苏锦一听乐呵呵的点头, 当然可以, 姚悦这个后妈, 是万中挑一的那一个, 心肠相当好, 也很有道元, 她给祖师爷上香, 香火特别旺, 忍不住提议, 阿锦, 你有没有想过, 给祖师爷换个大点的地方, 不能别人想拜的时候, 都上你房间来吧, 苏锦突然想起, 楚琳那个倒霉蛋, 拉着他问, 到惯在哪里, 要来拜一拜的事, 这么一说, 确实得给祖师爷换个地方才行, 可是换哪里呢? 姚悦也跟着一块琢磨, 换哪里比较合适, 片刻后忽然想到了, 阿锦, 快给我来, 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很合适, 然后第二天, 就开始了玄清观临时地址的建设, 玄址就在苏家前院的花园, 姚悦雷厉风行的, 安排了工人动工, 苏锦喜悦的扫了一眼, 这个花园风水很好, 可是阿悦, 你确定你老公不会发火吗? 姚悦昂手挺凶, 管他呢, 咱们祖师爷开心就好, 这话说的竟让人无言反驳, 苏家门口贵妇们都在巴巴议论, 哪有人把道观开在自家花园的, 听说还要在里面摆摊算命呢, 苏锦疯疯癫癫, 姚悦也跟着掺货进去, 看来苏家怕是要完了, 而当事人则是欢天喜地, 虽然只有一间小房子, 但这就是美好的开始, 苏锦和姚悦都满意地看着这节奏, 周月造好了, 接下来就是请祖师爷入住了, 姚悦又笑眯眯地问, 阿锦, 要不要算个良辰吉日, 再请祖师爷, 苏锦一想, 这么重要的事, 确实得挑个好日子, 苏正光紧急医生嘱咐, 精神有问题的人不能受刺激, 所以他眼睁睁看着老婆和孩子祸祸花园, 不走正常路, 一直被忽略的他忍不住哭唧唧, 老婆孩子都疯了, 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正暗自神伤时, 身后就传来老婆悠悠的声音, 老公, 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苏正光吓了一大跳, 又怕刺激到他们, 赶紧笑呵呵, 没鬼鬼祟祟啊, 我就随便看看, 姚悦握住了他的手, 满眼关怀, 老公你最近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精神状态看起来不太行, 气色也好差, 苏正光感动坏了, 就要来个爱的抱抱, 媳妇你终于想起我了, 我以为你只爱玄学,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下一瞬脸上趴击一响, 这张安神符送给你, 不要钱, 苏正光欲哭无泪, 我真是太不容易了, 苏正被两人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 到家一般清心寡欲, 沾清待故, 不利修行, 但此刻苏正却觉得在这里生活挺好的, 另一边楚家, 如苏正所料, 特殊小组的人找到了楚灵父子, 根据我们收集的资料和证据, 属于买凶杀人的罪名成立, 那位周大师就是他的帮凶, 目前已经确定死亡, 特殊小组是由能人意识组成, 隶属邻局, 专门处理非正常事件, 但这几年, 悬门人士遇见凋零, 邻局便从各地到灌外聘人才, 所以方之鹤除了是白云灌的弟子, 他还在邻局兼职特殊小组成员, 楚父瞧着调查明细, 心头危震, 一切都如苏家丫头所说, 那苏小姐当真不容小觑, 还真是料事如神啊, 楚灵两眼泛光, 更加崇拜苏锦了, 苏大师真的太厉害了, 这上面的他基本都算到了, 方之鹤诧异地问, 楚灵洋洋得意, 倾城新来的大师, 很厉害的, 这次的事就是他解决的, 这个很厉害的大师, 名字叫苏锦, 方之鹤微微沉思, 道门很厉害的人就那么几个, 却从未听过苏锦这个名字, 不知这位神秘大师是何来历, 不过只要他不做坏事, 遵守道门规则就无妨, 事情已处理好, 我就不多留了, 他收拾东西告辞, 楚灵个乖乖宝宝, 热情地把他送至门口, 亲身经历过, 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 他看了眼来电显示, 这小鬼又想干什么, 就听见电话那头逾越的声音, 大师兄, 我画出符了, 作为奖励, 你可不可以给我带一只烤鸭呀, 方之鹤气笑了, 一个最基本的平安符, 你花了两个月, 还好意思问我要奖励, 小道是厚着脸皮卖萌, 师父说, 大气晚成, 我就是那个大气啊, 对了大师兄, 我很想念你, 早点带烤鸭回来哦, 方之鹤清惊直冒, 熊孩子还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你是想念我吗, 你是想念烤鸭吧, 臭小鬼, 临时的玄清冠已建好, 苏锦把开业的时间定在了早上的八点八分, 他听了姚悦的建议, 准备发朋友圈, 宣传一下玄清冠开业, 就开始编辑宣传内容, 时间地址开业时间, 以及开业第一天, 前三位客户均享受九点九折的优惠, 姚悦给他倒了杯水, 阿锦朋友圈发过了, 我来给你点个赞, 顺便转发一下, 姚悦点进去一看木凳口呆, 这个折扣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阿锦, 九点九折的折扣, 你是认真的吗, 苏锦黑黑一笑, 折扣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享受折扣的待遇, 毕竟那些有钱人, 也不在意几张福祉的价钱, 姚悦竟然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果然对阿锦来说, 小钱钱才最重要, 这是他的手机响了, 一接通, 楚琳兴奋的声音就响起, 苏大师, 恭喜恭喜, 明天我一定去捧场, 然后我再给帮你转发, 好好宣传宣传, 苏锦很满意, 这个董事的倒霉蛋, 为了句谢谢, 姚悦见他挂了电话, 便问阿锦, 你朋友劝人多吗, 苏锦掰着手指, 认真数了数, 一个你, 一个倒霉蛋一号远景, 倒霉蛋二号楚琳, 就没了, 姚悦文言, 眼底划过一抹心疼, 这孩子虽然厉害, 但之前也太孤独了吧, 我要加倍疼他, 刚想要说话, 苏锦的电话又响了, 苏锦也略微诧异接通电话, 怎么了, 远景在那头声音温柔的不像话, 阿锦需要我帮你宣传道惯吗, 苏锦文言自是高兴, 就远景的身份地位, 怕是他一宣传, 苏家门槛都得挤爆, 眼前一亮, 可以吗, 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远景没烧眼角都是笑意, 当然可以, 阿锦不用担心, 一点都不麻烦, 苏锦一听, 眉眼弯弯, 谢谢三眼, 另一边, 楚家出事的消息也传了出来, 豪门太太们聚在一起吃瓜, 这楚先生在外一直洁身自好, 怎么会突然跟苏云离婚, 还是让他净身出户, 这苏云怎么像人间蒸发一样, 联系不到人的呢, 还有那苏家姚岳也是脑袋有坑, 跟着便宜妓女在别墅开道观, 明天咱们也去看看, 他们苏家是怎么丢脸的, 次日一早, 一切准备就绪, 苏锦风风火火地宣布, 玄清观开业大吉, 苏正光很配合地跟着一起, 不由地夸赞宝贝女儿, 今天这身造型可真好看, 姚岳黑黑笑, 你也不看看, 是谁改造的, 我的手艺能差吗? 苏锦被夸赞得红了脸, 分出两把箱递给两人, 下面是拜祖师爷环节, 箱都拿好了, 姚岳十分虔诚地拜了拜, 这是祖师爷搬新家的头箱, 也是最灵的箱, 他无比开心, 自己是最先上箱的人, 苏锦恭恭敬敬拜了三拜, 祖师爷莫要嫌弃, 这是临时道观, 等我攒够钱, 肯定会给你盖一座威武大器的玄清观, 苏正光却心情复杂地看着老婆孩子, 一个比一个疯, 我怎么能纵容他们到这种地步? 事实证明, 我不仅是个好老公, 还是个好爹, 也不知道这场闹剧什么时候收场, 心思刚落下, 就感觉头顶一热, 他奇怪地嚷嚷, 快帮我看看, 什么落在我头上了? 姚岳赶紧抬手, 不让他靠近, 鸟屎, 苏正光气得嗷嗷叫, 我还不够虔诚吗? 我都给他老人家烧头香了, 他还要我怎样? 刚走了两步, 脚下一滑, 扑通一声, 磕到祖师爷面前, 姚岳和苏锦都无语了, 怎么就不信呢? 祖师爷生气很难哄的, 姚岳无奈地点了三支香, 对着祖师爷拜了拜, 祖师爷莫要怪罪, 别跟他这个二愣子计较, 上完香, 他这才走过去, 搀扶苏正光, 赶来看笑话的周夫人, 就阴阳怪气, 哎呀, 这模样住的是土地公公吧, 另一个贵妇也开口嘲讽, 对对对, 周夫人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 这地方就是土地庙嘛, 苏锦把他们当空气, 还告诉姚岳, 这些人不是来送钱的, 不用理会他们, 姚岳就真把这些塑料姐妹当空气, 让管家把苏正光扶回去休息, 被忽视的周夫人气得变了脸色, 我好心好意来捧场, 你们竟然忽视我, 冷着脸自己进去, 苏小姐, 我们怕你这小刀罐, 没什么生意, 特意来捧场, 你怎么不招待客人, 苏锦对于这个踩高捧低的周夫人, 没什么好态度, 哦了声, 捧场吗, 我以为你是来砸场子的, 总是有些人拎不清, 别人不搭理, 她还非得去招惹, 苏锦关了一眼周夫人的面相, 就是个免礼藏针, 没少干窥心事的长舌妇, 她一本正经开口, 既然周夫人如此捧场, 不如我这开业第一单就送给周夫人, 周夫人一听这话, 神色僵硬, 不禁想起了上次徐夫人来苏家的场景, 苏锦轻飘飘几句话, 就让徐夫人颜面扫地, 至今都是圈子里的笑话, 可不想成第二个徐夫人, 她下意识后退, 还是算了吧, 我们四处看看, 其他人见出头鸟耸了, 也纷纷跟着周夫人离去, 苏锦看了眼落荒而逃的几人, 唇角一出一抹淡淡的冷笑, 心坏还怂, 真没出现, 紧接着就瞧见有好些身着西装, 看起来像是商业人士的人, 朝着苏家的奔来, 快看玄清观, 三爷说到的地方, 就是这里, 苏锦和姚跃都大吃一惊, 没想到开业第一天, 居然会有这么多人来捧场, 然后想想, 有这般号召力的, 想来是袁锦的宣传起到了效果, 这人还真不错, 苏锦也是个十分时趣的人, 知晓这些人是因为袁锦而来, 所以只打算卖他们一些福祉, 抬手招呼了一句买符吗? 清脆的声音落在几人耳中, 大家都懂了, 暗暗感叹, 想不到袁三爷也会有为美色下凡的一天, 传说的不尽美色, 只是没遇到对的人吧, 然后格外热情的讨好, 给我来一百张, 我要一千张, 争先恐后的, 把大把大把的票子, 往苏锦跟前送, 苏锦干笑着应了声, 这数量是不是有些夸张了? 感谢大家捧场, 不用这么多的呢? 周夫人几人表示怀疑, 绝对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就苏锦这小祸害, 怎么可能会有生意, 绝对是在演戏, 姚岳却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家阿景真厉害, 有这么多客人, 说着就要去帮着招呼, 周夫人又嘲弄得开口, 苏夫人, 这几位该不会是你们找来的托吧? 此话一出, 来买服的那些客人, 凶狠狠地看着周夫人, 谁说我们是托? 我们都是慕名而来, 你是周夫人吧? 从今天起, 我公司和你老公的合作, 全部解除, 周夫人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当即就慌了, 完了, 这回真的惹祸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京城商圈身价过异的老板, 怎么都来捧场了? 脸被打得啪啪疼, 跟着周夫人过来的那些夫人, 也是一脸尴尬, 狼狈地离开, 苏锦淡笑, 跳梁小丑, 这就是你今日的节, 姚岳笑得眉眼弯弯, 别提多痛快, 周夫人气势汹汹而来, 狼狈地离开, 简直太爽了, 我们家阿景真是太优秀了, 苏锦一手扶纸, 一手二维码笑着解释, 符纸这种东西, 没必要买那么多, 一般来说, 只要不是遇到危险, 一张符纸就够了, 这是本贯进阶版护身符, 一张四百块, 支持各种方式付款, 原本准备大叔写的几人, 都面面相去, 这是不是太便宜了, 就消费四百块, 袁三爷会不会嫌我们小气啊, 不然再算一挂, 算挂该贵了吧, 苏锦打亮了一眼开口说算挂的那人, 微摇头, 我与你无缘, 不算你的挂, 几人都无语了, 为什么会有揣着钱花不出去的郁闷感, 付了钱拿了福, 却都没急着离开, 你说, 袁三爷搬来这附近是真的假的, 比珍珠还真, 就不知能不能见上他一面, 苏锦顿时明白了, 这几位跑过来捧场, 估摸着是想委婉地让袁锦知晓, 那边帮他们一把, 拿出手机拨通了袁锦的电话, 袁锦, 你朋友们来捧我场了, 正在忙事情的袁锦, 接到电话嗡了声, 我这就过来, 没一会儿, 一辆狂班来的跑车停在苏家门口, 袁锦一脸焦急, 三爷你慢点, 袁锦说着不碍事, 脚步却越发得快, 应成四大财阀之首的袁三爷, 众人都可望不可及, 苏锦却是一个电话, 就让人麻溜的过来了, 苏锦看到对面走来的人愉悦地喊了声袁锦, 你终于来了, 那些老板们满眼诧异地后退几步, 都默契地不支声细细观察, 他竟然喊袁三爷的名字, 而且, 袁三爷还没生气, 还对着他笑, 完全没有传说中杀伐果断,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 后面才知道, 袁三爷还是那个袁三爷, 只是对眼前的苏小姐不一样, 苏锦和袁锦寒暄了一阵, 就回头看向那些老板, 这位以后, 若是遇到非正常事件, 可以联系我, 帮忙解决, 还有, 你们买的护身符, 要随身携带, 可保你们平安, 他解释得很详细, 至于他们相不相信,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几位老板一看苏锦和袁三爷关系不简单, 都乐呵呵地道谢, 然后就是一阵夸赞, 终于见到袁三爷本尊好幸福, 就识趣地离开, 袁锦淡淡扫了他们一眼, 吩咐袁七去送他们一下, 几位老板都有些心慌, 知道自己配不上袁三爷的人送, 难道这次的事, 做得让三爷不满意了? 几人跟着出了苏家, 袁七平静转达, 三爷让我送给几位四个字, 谨言慎行, 尤其是关于三爷和苏冠主的, 这些老板个个都是人精, 保证守口如瓶, 几位老板正好看到, 有些心不在焉的苏正光, 同时眼前一亮, 过去拉关系, 我真羡慕苏兄, 你女儿漂亮又聪慧, 以后你下班辈子不用愁了, 苏正光听得一脸猛逼, 我女儿脑子不大正常, 这局人是疯了, 还是在说反话, 几位老板一看苏正光的反应, 就知道, 他还不知道袁三爷和苏小姐的关系, 他们也就闭嘴离开, 只是感叹, 将来苏家会使他们高攀不起的存在, 有女儿真好, 女儿被袁三爷看上, 真好, 另一边, 苏锦招待好袁锦, 姚悦忽然想起什么小声问, 阿锦, 你有没有给那几位客户打折? 苏锦压了一声, 忘了, 袁锦默默地看着, 你可真是个省钱小天才啊, 姚悦一看门前空荡荡有些惆怅, 你说, 他们一人要成百上千张符, 阿锦怎么不卖, 要是卖的话, 咱们能赚好多呢, 苏锦胸有成竹安抚, 别担心, 大单子马上就来了, 姚悦和袁锦听他这么一说都深信不疑, 果然下一秒就见到倒霉弹楚琳扛这个人闯了进来, 苏大师, 我把我表哥带过来了, 姚悦微愣, 这就是阿锦说的大单子, 那可得帮他薅一薅, 楚琳被子一扯, 苏大师, 你快看看我表哥吧, 苏锦凑近一看, 年轻男子不仅戴了口罩, 还戴了个墨镜, 把自个儿脸裹得超严实, 男子正是袁锦唯一好友陆之宁, 也是京城第二财阀世家, 他抬头喊了一声三言, 袁锦瞅着他的模样着实奇怪, 你人被打了, 陆之宁缓缓起身, 是也不是, 他把口罩墨镜摘了下来, 那张好看的脸此刻多了些淤青, 看看还认识吗, 袁锦陷入沉思, 敢对陆之宁下手的人也没几个吧, 这看起来确实像刚被人揍过, 楚琳憋着笑喊了声, 苏大师, 您看看, 我表哥这是什么情况, 苏锦目光在陆之宁脸上扫了一圈, 很好, 确实是大生意, 手机里要多个倒霉蛋三号了, 他一本正经地跟陆之宁解释, 你撞了些, 陆之宁本就不信这些, 十分淡定的反驳, 不可能, 一心只有工作的陆之宁, 却遍地烂桃花, 是史上最倒霉的倒霉蛋, 一觉醒来, 鼻青脸肿, 苏锦凑过去细细观察, 你脸上的伤并非人为, 你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吧, 陆之宁被他挫不及防的动作, 惊了一把, 然后点头, 确实是这样, 我昨晚从京城赶往京城的途中睡了一觉, 醒来就这样了, 楚琳的小可爱突然凑过来, 表哥,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睡着的时候, 有人揍了你, 然后就挨了一个暴力子, 你以为我是你吗, 睡觉跟猪一样, 被人宰了都不知道, 楚琳可怜兮兮的嚷嚷, 不是就不是吗, 干嘛打人, 陆之宁恨铁不成钢地又捶了几拳, 这个表弟真是好欠揍, 苏锦缓缓出声, 揍你的不是人, 陆之宁奇怪地扭头看向苏锦, 他虽然不相信这些, 可如今除了撞邪, 好像也无法解释, 苏锦郑重地告诉他, 是你们看不见的东西, 听到这话, 陆之宁几辈莫名, 生起一股寒意, 未知的东西, 永远是人最恐惧的, 远景故意接话暗示苏锦, 大客户可以使劲蒿, 这么棘手能解决吗, 苏锦文言瞄懂, 故作为难, 确实不太好处理啊, 楚琳听到苏大师都喊棘手, 那我不是很快就没表哥了, 他慌乱地死死抱住陆之宁, 我不想表哥死啊, 陆之宁没有感动, 反而拳头又硬了, 楚琳你, 给我正常点, 苏锦心虚地安抚, 放心, 有我在, 自然不会让他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费用不便宜, 远景倾笑, 阿景能懂自己的暗示, 还巧妙运用, 真的好聪明, 配合着帮他拿下大单, 放心, 陆家二少的一条命很值钱, 苏锦受到了鼓励, 那就勇敢报价了, 两眼一闭, 直接喊了个一千两百五十万, 陆之宁还没开口, 楚琳就率先出声, 苏大师,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表哥, 我表哥可是京城陆家的小少爷, 身价怎么可能只比我多五十万, 最起码也得多个五百万才行, 陆之宁回眸瞪了他一眼, 就没见过这种急着把钱往外送的, 熊孩子真的好欠奏啊, 生怕楚琳在虾避避, 直接递出银行卡给苏锦, 虽然我知道你套路我, 但你是楚琳和三爷的朋友, 我不和你计较做事吧, 这话倒让苏锦有种错觉, 此刻的他和那些坑蒙拐骗的大师一样, 有些内疚, 不过转瞬即逝, 赚钱要紧, 没有钱怎么发扬玄亲惯, 一把收下银行卡, 陆少爷放心, 收了你的钱自然会替你消灾, 昨晚陆少爷做梦了吧, 梦里有位女子, 他亲了你的眉眼和嘴唇, 苏锦这话一出, 楚琳眼神微妙地看着陆志宁, 枉我以为表哥是个正人君子, 没想到, 竟然也会做这种不正经的梦, 陆志宁有些休闹, 但更多的还是惊讶, 苏大师, 你怎么会知道, 苏锦淡淡地说我看到的呀, 远景一想到, 万一哪天他也做一些跟苏锦有关的梦, 被看出来岂不是很尴尬, 有些忐忑地问, 阿锦你连人做了什么梦也能看出来, 苏锦摆摆手, 我只能看出被斜碎入侵的人的梦, 文言, 远景松了口气, 陆志宁盲问, 你的意思是, 那亲我的女人是女鬼, 那要怎么办, 她现在还在吗, 苏锦恩了声没错, 你被女鬼盯上了, 她在, 所有人文言都下意识地后退, 陆志宁更是有些犯哆嗦, 真的假的啊, 大师, 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陆志宁觉得他们就是在故意吓唬她, 但没有证据, 说吧, 这是怎么办, 苏锦尴尬一笑, 我知道你不见女鬼心不死, 所以, 我会让你看见她, 跟我来, 今晚你就能见到她了, 几人去远景的别墅, 让陆志宁躺在床上, 准备入梦, 苏锦叹了口气, 陆少爷你被人算计了, 在做这个梦之前, 你是否时常感觉有人盯着你, 但你的周围又没有人, 陆志宁连连点头, 苏大师你都说对了, 但我苏来不与人结仇, 谁会算计我, 苏锦沉思片刻忽然问, 你最近有没有收下来历不明的东西, 或是借出去东西, 到家凡事都讲究因果, 苏锦兼陆志宁没有主意, 便给他提醒, 是否有收下来历不明的东西, 或者是借出去东西, 这一提点, 陆志宁也想起来了, 前几天我二叔在我家吃完饭后, 说有点冷戒走了我一件衣服, 毕竟是混迹商场的人, 陆志宁猛然惊醒, 失禁地坐了起来, 苏大师, 你的意思, 是我二叔害我, 苏锦做事比较严谨, 微摇头, 暂时还不能确定是你二叔, 但你的衣服有你的气息, 很容易让女鬼锁定, 楚琳忽然冒了出来, 难道你二叔跟我那个继母一样, 也贪图家里面的财产, 所以想弄死你, 陆志宁还是不信, 那个疼他的二叔会害他, 心绪复杂的反驳不可能, 我二叔不是那种贪财的人, 楚琳经过后妈的洗礼很通透, 这年头, 谁还不会演个戏, 看我那后妈演得多好, 可被地理, 却要置我于死地, 苏锦悠悠补充, 害你也不一定是为了钱, 可能有着各种理由, 而袁锦从元七那得知, 陆二爷也来了清城, 自己唯一的朋友, 自然是要帮一把的, 摸着下巴略做思索, 眉眼染上了几分坏笑, 不如我们送你二叔一个小惊喜吧, 陆志宁和楚琳都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 隐约感觉有场大戏, 苏锦却是瞄懂袁锦, 想把女鬼抓了, 试探二叔的好坏, 直夸这个主意不错, 袁锦顺势开口, 要陪他一起去, 光明正大的黏在一起, 楚琳也好奇不宜赶紧表态, 苏大师, 我能参与吗? 我也想掌掌见识, 苏锦对袁锦的聪明脑瓜很满意, 笑着点头好, 等一下你们就在房间里等着, 楚琳一听, 苏锦答应带他一起, 那巴巴的小眼神直夸苏大师, 你人还怪好的, 几人诧异的视线纷纷朝他看过来, 下一刻又挨了陆志宁几个暴力子, 一天天没个正行, 干正事呢? 苏锦抬手递给陆志宁一道符, 把他放在身上的口袋里, 陆志宁没多想伸手接过符揣进口袋, 立马觉得神清气爽, 越接触越颠覆认知, 没多久, 受到惊吓不敢睡的陆志宁就开始犯困, 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 瞬间看起来睡得很沉的模样, 楚琳好奇地看了看, 苏大师, 我表哥这是怎么了? 苏锦一边观察环境, 一边回答他, 那只女鬼道行不够深, 只敢在梦里缠着陆志宁, 不用扶指, 他根本就不敢睡觉, 那还怎么抓女鬼呢? 楚琳文言有些担忧, 那我表哥会不会遇到危险? 苏锦淡然回应, 不用担心, 接下来, 我会进入他的梦境, 将那只女鬼抓出来, 楚琳留在这里, 守好他的真身, 袁锦跟我一起, 两人文言有些激动的一口同声道好, 苏锦坐在床边, 抬手附在陆志宁额头, 随着他的咒语念动, 手上金光乍现, 下一瞬就来到了陆志宁的梦境, 此时陆志宁站在一片陌生的森林里, 周边满是雾气, 阴森的气氛让他心头一颤, 下意识呼喊苏大师, 苏冠主, 你在哪儿啊? 没有听到想要的回答, 却听到梦里那女人的声音, 陆哥哥, 你终于来了, 我好想你啊, 陆志宁清晰感觉到有只冰冷的手在自己搏肩, 整个人都不好, 这回他彻底信了, 救命啊, 苏大师, 梦境里, 陆志宁听着女鬼在他头上唠叨, 浑身发寒, 根本不敢回头看女鬼长什么样撒腿就跑, 从未感觉过的惊恐和无力, 耳边还回荡着女鬼的笑声, 陆哥哥, 你是跑不过我的, 为什么, 你见到我就跑, 陆哥哥, 你再这样我可是会不高兴的, 女鬼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声音变得淋漓阴森, 陆志宁加快步伐, 无语望天, 要你高兴我就没命, 是你傻, 还是我傻, 女鬼飘然落至陆志宁的面前, 正跑得飞快的陆志宁, 看到空洞的眼睛, 猛的一刹车, 狮声尖叫鬼啊, 苏大师救命, 然后跌坐在地, 眼也不睁地乱挥无首, 你走开, 你不要过来, 女鬼痴迷地看着他, 陆哥哥, 我好想你啊, 说着就要伸手去触摸心爱之人, 陆志宁感受到那股冷意越来越近, 心动慢了半拍, 你走开, 你不要碰我, 慌乱中, 她的手打到了女鬼的脸上, 女鬼的脸顿时泛起一股黑烟, 她怒目言争, 急速后退了几步, 脸上被触碰到的地方也开始腐烂, 她有些悲愤地望着陆志宁, 陆哥哥, 你身上带了什么动线, 陆志宁想起之前苏锦, 让她放在口袋里的符纸, 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这是梦里, 难道符纸也跟过来了, 她诧异地摸了摸口袋, 一张符纸出现在手中, 还真的跟过来了, 又看到符纸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逼得女鬼又退后了几步, 顿时有了安全感, 燃起了几分笑意, 女鬼却是委屈又难过地哭了起来, 陆哥哥你说过要娶我的, 你怎么能拿符纸对付我, 这走向让陆志宁欲哭无泪, 大姐, 我与你素不相识, 是你突然跑来缠着我, 你还委屈了, 而且我是个母胎单身, 怎么可能说过要娶你的话, 女鬼像是又受了打击, 顶着疼痛也要靠近她, 陆哥哥你说过会爱我一生一世, 现在却不认账了, 陆志宁紧紧紧捏着手中的符纸, 心里慌得不行, 还故作镇定, 我警告你别过来, 我认识很厉害的大师, 小心他收了你, 女鬼闻言前进的动作一停, 神色变得争鸣, 开始释放他的鬼气, 我一心一意爱你等你, 你竟然还想找人收了我, 陆志宁吓到瑟瑟发抖, 大姐, 你真的认错人了, 女鬼见他这般不愿认自己, 彻底的蜂魔, 既然如此, 你就陪我一起下地狱吧, 阴森的鬼笑和冰冷的爪子, 就抓向陆志宁, 陆志宁已经双腿发软, 无形的一股力量让他动弹不得, 抱头蹲在一旁扯着嗓子, 大喊救命, 就在陆志宁快要洋入虎口时, 苏瑟出现, 甩出一道定魂符, 把女鬼困住, 陆志宁感受到压着自己的力量, 没了, 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睛, 看到苏瑟的身影, 有种劫后余生的大喜感觉, 苏大师,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麻溜地爬起来, 躲到苏瑟身后, 女鬼看到这一幕, 受了很大的刺激,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陆志宁有些奇怪, 他这是怎么了, 之前不是会说话的吗, 苏瑟嗷了声, 没什么好奇怪的, 发出这种声音, 是因为他生气了, 之前女鬼没生气, 都这么凶, 这生气了可怎么好, 陆志宁清醒感受过女鬼的压迫力, 紧抱大腿, 苏大师, 快拿出你的法器对付他, 苏瑟回头看他一眼, 对付这种等级的女鬼, 用法器多浪费,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陆志宁乐然住, 这么凶的女鬼, 居然排不上号, 这个世界还有更厉害的, 女鬼释放出超级难闻的阴气黑物, 苏瑟嫌弃地拿出一张符纸, 推动口诀, 金光乍线下, 驱散了女鬼聚集的黑物, 陆志宁只觉眼前清明一片, 女鬼却愤怒无比, 也使了九牛二虎之力, 正脱开束缚, 嘴里喷出一团阴气, 这是他多年的怨气所化, 杀伤力极强, 你这个该死的外来者, 闯入我的地盘, 还挥散我的阴气, 我要你死, 苏瑟健壮嫌弃地要命, 你知不知道你的口气很大, 我都快被熏晕了, 大手一挥, 那团朝他而来的阴气, 就像是触及到了一个屏障似的, 无法前进, 苏瑟手指一动, 阴气原路返回, 女鬼目瞪口呆, 还没反应过来, 那团阴气, 就以极快的速度, 重新钻回了女鬼的口中, 忍不住打了个宝格, 他下意识伸手摸了摸阴阴气, 而胀起来的肚子, 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苏瑟冷哼一声, 从你嘴里出来的东西, 自然是要还回去了, 女鬼怒目原睁, 一跃而起, 直接放大招, 头发无限生长, 带起的进风, 便使得旁边的一棵树, 拦腰折断, 一根头发, 就有如此可怕的杀伤力, 陆志宁静的尖叫连连, 对头发都有了阴影, 下辈子, 我一定要当个秃头, 苏瑾见女鬼就这点本事, 没有一点顽头, 他择了一声, 甩出几张符纸, 割断了飘舞的长发, 一道符贴在女鬼嘴巴上, 封印他瞎吐阴气的臭嘴, 女鬼正想抬手撕掉, 苏瑾直接一个飞毛腿, 踢得他爹妈都不认识, 然后喊了一声圆瑾, 按照之前的约定, 圆瑾丢出苏瑾制的盗网, 把女鬼捐在了里头, 苏瑾嘿嘿笑, 搞定, 陆志宁殷勤的给苏瑾锤捶尖, 苏大师好厉害, 对不起, 之前是我以貌取人, 误会了你, 你是我的神, 越捶越带劲, 忽然接收到圆瑾威胁的眼神暗示, 你敢再碰我未来媳妇试试, 他跟圆瑾多年朋友, 这点心思, 他还是能看出来的, 收回手笑眯眯的问, 苏大师, 这鬼解决了, 要怎么处理, 苏瑾望着女鬼笑了笑, 当然是带回去问话, 然后回头冲他打了个响指, 陆志宁眼前一黑, 下一秒在现实中醒了过来, 陆志宁回到现实, 看到熟悉的地方松了口气, 刚才可真是太惊险了, 小心脏还在蹦蹦跳, 楚琳为言很贴心地过去, 瞧把我表哥吓的, 我就勉强让表哥你依靠一下吧, 被楚琳这么一闹, 陆志宁好受些了, 但是很嫌弃, 然而下一秒看到趴搭在地的女鬼, 突然觉得表弟的肩膀还挺好靠的, 苏瑾抬手扔出去一张天雷符, 让女鬼深深感受一下威力, 不想灰飞烟灭, 就乖乖听话, 坦白从宽, 片刻后, 女鬼可怜兮兮地抬头, 知道眼前是个厉害人物, 示意自己会乖乖听话, 苏瑾见状一把撕掉他嘴巴上的符纸,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若敢欺瞒我, 我定要你魂飞魄散, 女鬼连连点头, 我定当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袁瑾很会给自己刷存在感, 为苏瑾准准备了一把椅子, 并扶他坐下, 苏瑾道完泄后, 看向瑟瑟发抖的女鬼, 说吧, 你为什么要缠着陆芝宁, 听到这个问题, 女鬼有些哀怨, 陆哥哥说过, 要回来娶我, 可我在人间等了很久很久, 也没等到陆哥哥, 陆芝宁再次生命, 你胡说, 我一心忙事业, 根本没他女朋友, 我真的不认识你, 苏瑾想了想又问, 大概看来祸水东瘾的那人, 还挺厉害, 模糊了女鬼的记忆, 让陆芝宁代替那个真正的陆哥, 成为女鬼的刀下亡魂, 如此一来, 不仅能解决真陆哥的麻烦, 还能解决了陆芝宁这个人, 一杀二鸟用得很妙啊, 袁瑾也从对话中推断出了不少信息, 所以是真陆哥找的人, 苏瑾嘴角带了几分调皮笑意, 那必然是了, 又看向女鬼, 你的到行也就二十年, 按照你的说法, 你认识的那个陆哥, 现在应该是四十多岁的年纪, 可陆芝宁他才二十岁, 所以说, 娶你的那个人, 绝不可能是他, 女鬼有些迷茫, 我那的陆哥在哪, 陆芝宁也在心里思索, 苏大师说, 这件事跟我二叔有关系, 而女鬼找的人又姓陆, 四十多岁的年纪, 这三个特征确实和二叔符合, 可二叔没道理这么做啊, 他实在变不出真伪, 寻求一旁的袁瑾, 三燕, 你觉得我二叔是个怎样的人, 袁瑾威摇头, 没有觉得我不了解他, 抬眸看向苏瑾, 我记得阿瑾不是会看面相吗, 你可能看出他的过往, 苏瑾认真科普, 这女鬼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姓名, 不记得出生年月, 而且, 这也不是他原本的面相, 所以你们想要的答案, 我给不出, 楚琳当即提议, 不如我们把这位女鬼姐姐, 给表哥的二叔送过去, 当事人和当事鬼面对面一起解决比较合适, 你们觉得呢, 三人齐刷刷地看向楚琳, 这纹裤子弟也有脑袋灵光的时候, 不错不错, 苏瑾一笑, 我同意这个提议, 楚琳帮我把女鬼带到外面去, 我要做法了, 为了知道女鬼跟陆之宁二叔之间的联系, 苏瑾开始做法, 拿出一张符纸, 我这就送你, 去找你的陆哥哥, 直接贴在了女鬼眉心, 默念几句咒语, 女鬼被烫得嗷嗷大叫, 苏瑾手上金光乍线, 朝着女鬼一挥, 替女鬼把身体里的压制压了一大半, 去吧, 苏瑾收力, 女鬼便从房间里消失了, 陆之宁连忙冲到苏瑾跟前, 苏大师, 我二叔应该不会出事吧, 苏瑾一边拿符纸, 一边跟他解释, 你马上就能亲眼看到了, 然后, 把符纸贴在早就准备好的铜镜上, 铜镜立马浮现一抹淡淡的金光, 你们都过来看这个, 那边发生的事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话音一落, 便见铜镜上的画面, 变成了陆二爷房间里的场景, 楚琳和陆之宁都是倍感震惊和兴起, 苏大师, 你这铜镜还能当千里眼用, 太牛了, 这副能不能卖我几张, 苏瑾看着他磨了一瞬, 可以, 心想不愧是冤大头, 这种正常人用不到的符纸, 楚琳竟然也想买, 此时, 陆二爷坐在床头满脸悲伤, 看着手里照片上女子笑颜如花, 歪在男子肩头, 隔着照片都能感觉到, 他们那时的幸福与喜悦, 小玲, 早点去投胎吧, 是我对不起你, 听到小玲这个名字, 女鬼茫然地现身, 你是在喊我吗? 陆二爷看到了劈头散发的女鬼, 吓得哇哇大叫, 本能的后退脊部拉开距离, 你别过来啊, 女鬼秀了秀眼前男人的气息, 很茫然地喊了声陆哥哥, 你的气息明明就是陆哥哥的呀, 随着女鬼的那一声陆哥哥, 陆二爷反应了过来, 试探着喊了一声小玲, 女鬼茫然地站在那儿, 陆二爷瞬间眼眶泛红, 虽然眼前人和记忆中相差甚大, 但还是隐约能看出几分轮廓, 他又问了一遍, 你是小玲吗? 女鬼越发茫然了, 我是小玲吗? 我不知道, 他费力地思索着, 脑袋里就像是有密密麻麻地 针扎着似的, 又疼又痛, 感觉脑袋像要炸开了一半,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陆二爷声泪俱下地 把照片递到了女鬼跟前, 小玲你看, 这是我们啊, 我是你的陆哥哥,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女鬼不停地流着血泪, 可依旧迷茫, 更是暴躁地把陆二爷一把挥开, 陆二爷眼神错愕地望着女鬼, 小玲你到底怎么了? 你真的把我忘了, 你前几天还给我托梦, 说你在地狱没法投胎, 让我帮你, 陆二爷忽然想到了什么摸出手机, 我这就给大师打电话, 那位大师说过他可以超度你, 让你安稳去投胎, 在同镜前的几人都意识到陆二爷要找的大师有问题, 苏锦当场表演了一个消失术, 瞬间来到陆二爷的房间, 陆先生, 你要找什么大师? 镜子前的三人都一阵沉默, 气氛突然变得诡异, 混迹商场多年从没这么猛过, 陆二爷感觉整个人都不好, 突然冒出个女鬼, 这会儿又凭空出现个小姑娘, 不会和小玲一样也是鬼吧? 你是谁? 另一边三人还在震惊苏锦的顺一束, 陆志宁感慨万千, 楚琳这个小混蛋终于靠谱了一回, 说的没错, 苏锦确实是个小仙女, 仙女这种生物就应该用来敬仰的, 凡夫俗子哪配与之谈恋爱, 他偏头看向远景, 想要出言劝劝, 就说到远景凉凉的眼神, 吐不出好话就闭嘴, 赶紧去隔壁, 苏锦淡漠地看着猛逼的陆二爷,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可认得他吗? 说话间房门被陆志宁推开, 他不能确定二叔是不是自己看到的表里如一, 什么情况? 志宁,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云三爷, 楚少爷, 陆志宁直直看着他二叔,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二叔不应该能猜到吗? 要不是因为遇到苏大师, 我恐怕已经被你害死了, 陆二爷闻言激动地站了起来, 志宁你在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 楚琳冷冷瞥瞥着, 这场景和我后妈当时一模一样, 嘴里说着不会害我, 干得全是害我的事, 陆志宁指着女鬼控诉, 二叔, 你还在狡辩什么? 你请的女鬼都在这里了, 陆二爷愣愣看着从小从大到的侄儿,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又狡辩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苏锦倒是看出来了一些也出声问, 陆先生, 你是不是借着你侄子的衣服给了一个大师? 陆二爷是看明白, 这小丫头和自己侄儿是一伙的, 便点点头, 苏锦叹了口气, 你可知那大师拿到陆志宁的衣服, 用移花接木的手段, 把在你梦中作祟的女鬼引到了他梦中, 差点要了陆志宁的命, 陆二爷闻言脸色极差, 怎么会这样? 我当时还特意问了那位大师, 他说不会对知宁造成伤害, 也不会影响他的运势, 苏锦已经能确定他是被骗了, 你就没想过, 他为什么让你借别人的衣服吗? 陆二爷回想了一下, 那位大师说, 我的衣服沾染了我的气息, 可以了却小林的执念, 同时还要找一位大富大贵之人的衣服, 这样就能让小林投胎去一个富贵人家, 所以我才找了知宁, 楚林有后妈店的经验, 怕表哥受骗, 他怀疑地看着陆二爷, 你说的都是真的, 陆二爷无比认真的点头, 千真万确, 我怎么舍得伤害知宁, 陆家这么多孩子里, 我最喜欢的就是知宁了, 苏锦又叹了口气, 陆二爷你被骗了, 你找的这位大师不是想帮小林, 而是想借你的手杀了陆知宁, 然后让你背上命案, 搅得陆家不得安宁, 陆二爷不傻, 仔细捋了捋, 顿时就明白自己被耍了, 一脸懊悔后怕地拉着侄儿的手道歉, 知宁是二叔糊涂, 二叔对不起你啊, 陆知宁确定二叔是被人利用, 没有要害他的心, 松了一口气, 安抚他二叔以后, 看人擦亮点眼睛, 我不怪你, 陆二爷连连应下又看向苏锦, 苏大师您那么厉害, 您看小林的事情能不能解决, 苏锦一想到那些干坏事的人都自称大师, 觉得这个称呼太刺耳了, 便让大家以后都叫他苏贯主, 至于小林的事也没问题, 几人文言配合地喊了一声苏贯主, 苏锦满意地笑了笑, 走向角落里痛苦不已的女鬼, 她应该是中了道士的射魂术, 被削掉了一些记忆, 给她点死气, 就能恢复, 陆二爷急忙追问, 上哪儿找死气, 应该不好找吧, 苏锦微摇头, 不麻烦, 这儿有现成的, 远锦见你身上的死气用用, 是什么原因, 让憨厚的陆二爷遭到四人的一顿炮轰, 苏锦在远锦身上须须一抓, 便取走了一缕死气, 转身打入女鬼身上, 同时念动咒语, 原本茫然痛苦的女鬼, 脑子里的那股外加鬼气消散了, 面目可憎的脸, 逐渐变成了照片里温婉大气的模样, 陆志宁等人再次震惊, 这苏贯主果然是位世外高人, 救苦救难的小仙女, 陆二爷激动地上前搀扶, 女鬼魂魄被苏锦修复, 之前的记忆也自动回笼, 想到这几天自己做的事情, 他愧疚地道歉, 陆哥哥, 对不起,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陆二爷能再见到爱人, 哪里舍得责怪, 只是有些胆怯地看着陆志宁, 女鬼更是一脸歉意, 可自己作为一只鬼, 好像也不能补偿他什么, 陆志宁扯出一道艰难的微笑, 没事, 既然都是误会, 我自然也不会怪你, 苏锦看时候差不多了, 出声问女鬼, 你还记得, 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之前那样吗? 是谁对你动的手, 还有印象吗? 女鬼毫不迟疑地, 把自己知晓的情况说了出来, 我和陆哥哥是彼此的初恋, 虽然我家里反对, 我和他在一起, 但我依然坚定地选择了陆哥, 我们大学毕业后, 各自回了老家, 陆哥哥说, 让我在老家等他来接我, 可那之后, 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他, 我不想就这么不清不楚地结束, 于是我离开家去找陆哥, 却在路上出了车祸, 此后, 我执着于见陆哥, 逃出地府不愿去投胎, 不料我的执念被一个道士匡骗, 他对我下了阵法, 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然后干了好些措施, 苏锦几人文言都眼神凉嗖嗖地盯着陆二爷, 好你个负心汉, 陆二爷慌忙解释, 听我说, 我真的不是负心汉, 楚林凶巴巴地怒吼, 那你解释解释约定好的, 怎么就不去找小林呢, 陆二爷一脸无辜, 那年, 我出车祸昏迷了一个月, 后来我去找小林, 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众人这才明白, 原来是对苦命鸳鸯, 女鬼心口的一口气放了下去, 所以是陆哥哥, 你出了车祸, 不是你不要我了, 陆二爷连连点头, 我一直想娶你做我的妻子, 又怎么会不要你, 小林, 你还记得骗你的那个道士, 有什么特点吗, 女鬼回想了一下, 那人左脸有一颗很大的痣, 陆二爷文言气得直接暴走, 该死, 骗我的也是这个人, 苏锦几人都甚是无语, 果然能成为情侣, 都是脑子相近的, 而那道士早就盯上了陆甲, 特意设举想, 搞垮陆甲, 陆之宁气愤地问陆二爷, 二叔, 这个想害我的道士姓甚名谁, 楚林也愤愤不平, 这种破道士就该让他蹲大牢, 陆二爷尴尬地瞥开眼, 那个我不知道, 他从没有透露过名字, 陆之宁两人顿时无语了, 二叔以后还是多吃点盐吧, 苏锦拿出一张符纸走过来, 时候不早了, 小林你的魂魄受到过射魂术的伤害, 如果不早点回地府投胎, 怕是会魂飞魄散, 女鬼闻言, 点点头我回去, 又回身摸了摸心爱人的脸颊, 看到陆哥哥你好好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黎明江之前, 一份持了二十年的拥抱, 画上句号, 这辈子原尽于此, 苏锦要召开地府大门, 问小林要她的姓氏, 还有出生地, 心愿了结的女鬼, 微微一笑, 叶玲长寿村, 她话音落下, 苏锦一张符纸, 甩出地府大门, 缓缓浮现, 叶玲坦然地走了过去, 永别了, 大家保重, 陆二爷含着泪挥了挥手, 一路走好, 叶玲和那道地府之门, 瞬间消失, 陆志宁再次惊叹, 苏锦的能力格外恭敬, 这次的是多谢苏冠主, 回头我就把钱转到你的账户, 苏锦对待大客户, 态度一向很好, 没事没事, 我不着急, 你先处理家事, 楚琳也跟着一块走打算去搭把手, 临走时神秘兮兮地表示, 苏冠主, 我明日再去拜访你, 我有悄悄话给你说, 苏锦淡淡恩了声, 远景吃味地盯着楚琳背影, 他们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还有悄悄话说, 看来楚琳需要被敲打敲打, 浑浑噩噩噩二十年的顽固少年, 终于有了人生目标, 苏锦回到苏家一边上乡, 一边跟祖师爷汇报今天的事情, 满是感叹, 祖师爷啊, 感情这东西真麻烦, 好在我从来只谈钱不谈感情, 七情六欲这东西, 伪实上甚, 我一心只想赚钱搞事业, 给祖师爷你建的大道观, 向我们玄亲观发扬光大, 说着愉悦地回了房间, 身后祖师爷面前的三只香颤了颤, 缘分来时挡也挡不住, 等着看着丫头被打脸, 隔壁别墅, 远景一脸无奈, 这小姑娘好像没开窍, 不太好聊的样子, 不过连自己都聊不动, 别人就更别想了, 司机到此, 远景又放心了不少, 而苏锦因为楚琳说有事找他, 所以一直在家里面等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的耐心也被耗没了, 楚琳这家伙怎么回事, 说有事找我怎么还不见来, 可恶, 耽误我赚大钱的大好时光, 正打算出门, 手机忽然响起, 看到手机上2000万入账信息, 他兴奋又激动, 比谈好的价钱还多了750万, 紧接着又见倒霉弹三号陆志宁发了条信息过来, 说多给的750万是宋叶林投胎的费用, 苏锦此刻超级喜欢这个时区的倒霉弹三号, 有钱还利落干脆, 很好, 以后可以经常合作, 另一边, 陆二爷收拾好心情, 准备回京城, 知宁你放心, 二叔回京城后, 一定会好好向你家里解释的, 都是二叔糊涂, 害你白白受苦, 陆志宁摇摇头, 二叔, 你别内疚了, 我们都不会怪你的, 一路上注意安全, 楚琳搭着自家表哥, 肩膀感慨, 看得出来, 你二叔是真自责, 不像我那个后妈, 死到临头时, 还诅咒我, 陆志宁笑了笑, 楚家其他人巴不得把你养成废物, 既然你也不喜欢那个家, 不如等我妈来, 你跟我们一起回京城, 楚琳却肯定的摇头, 不不不, 我现在啊, 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陆志宁难得见到表弟这副模样, 笑着调侃, 你除了吃喝玩乐, 还能有别的目标, 楚琳满眼憧憬, 表哥, 我打算以后跟着苏冠主, 然后努力成为苏冠主, 那样的室外高人, 陆志宁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成为室外高人,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吧, 楚琳已经鸟入夕阳了阳下巴, 这位施主说的哪里话, 频道是很认真的, 陆志宁叹口气, 心想这熊孩子, 真有那个恒星, 若真能待在苏冠主身边, 也的确比他天天混日子好, 敷衍的回应好好好, 你是认真的, 那我祝你成功, 楚琳感动表哥, 竟然支持自己张开了双臂, 多谢施主, 离我远点, 两人正打闹时, 一道威严的女声在耳边响起, 你们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干嘛呢, 两人下得赶紧变成乖乖宝宝, 此人便是陆志宁的母亲, 楚琳的二姨, 妥妥的女强人, 得知儿子和他二叔, 还有楚琳发生的事情, 连夜赶了过来, 宝贝儿子, 你没事吧, 没事, 好着呢, 楚琳酸溜溜地开口, 二姨你怎么不问我呀, 下一秒就被大力拽走, 二姨知道你的事, 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来帮你的, 走, 去找你吧, 楚琳一脸猛, 二姨表哥被鬼吓破了胆, 你不是应该来看表哥的吗, 楚琳跟着陆夫人, 直接回了楚家, 见二姨暴力开门, 忙出身安抚, 但定二二姨, 你这是要拆家吗, 楚夫吓了一大跳, 楚家因为跟陆家沾了亲戚关系, 才发展得如此顺利, 所以都有些敬畏陆家人, 他二姨, 你怎么来了, 陆夫人直接把楚琳拎到跟前态度坚决, 楚琳亲妈过世, 亲爸又不太靠谱, 楚家其他人又虎视眈眈, 陆夫人这二姨, 总是要为楚琳的未来操心的, 态度无比坚决的看着楚妇, 今天你就当着我和楚琳的面, 把属于楚琳的那份财产画给她, 其他财产, 你爱给谁给谁, 楚妇叹了口气, 陆夫人, 书云的事, 是我识人不轻, 我已经决定不会再娶夫人了, 楚家的财产都会是楚琳的, 我就她这么一个儿子, 不给她给谁, 我没看她, 你也说了, 就她这么一个儿子, 那早点, 分给她又怎样, 省得后面扯出些乱七八糟的事, 楚妇看着陆夫人不容拒绝的态度, 自己也应不过陆家人, 算了算了, 我说不过你, 我分, 楚琳和陆之宁拍手叫好, 果然还得是二姨, 才能震得住楚老头, 一刻钟后, 楚妇拿着财产协议过来, 臭小子还不快签, 楚琳多了嘟嘴, 老头子就敢凶我, 签就签嘛, 然后刷刷两笔财产到手, 她乐颠颠地打算回房收拾东西走人, 楚妇高血压都被气了出来, 臭小子你收拾东西做什么, 刚分财产你就想离家出走, 楚琳郑重回应, 我决定去找苏冠主, 我要拜入她门下, 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师, 楚妇无法接受儿子去学什么道士, 经过上次知道有多危险, 要有这个恒星不如学学管理公司, 你这个臭小子信不信我打死你, 父子俩你追我赶的同时, 陆夫人好奇地问陆芝宁, 苏冠主是谁, 说起苏锦陆芝宁态度格外好, 就是这次帮我的那位大师, 他真的超级厉害, 妈你要去见线他吗, 陆夫人肯定地点头, 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 自然是要去当面感谢一番的, 与此同时的苏家, 苏正光正一脸为难地跟姚跃商量事情, 还特意避开苏锦, 我那老丈母娘今天打电话来说, 让我带着苏锦去参加她的寿宴,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姚跃不解, 就这事还搞得这么神秘, 老太太好歹是阿锦的亲外祖母, 如今阿锦找回来了, 老太太想见一面不肯正常吗, 苏正光一脸忧愁地摇头, 宝贝你不知道, 赵家比我们苏家高一头, 那老太太压根就看不上我们苏家, 阿锦的母亲去世后, 两家人就没再来往过, 这突然找来, 我担心来者不善, 不如我直接推掉这是算了, 话音刚落, 女儿突然出现在眼前, 苏先生该来的躲不掉, 不如坦然面对, 苏正光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扑到姚跃怀里求安慰, 阿锦你走路怎么都没声的, 吓我一大跳, 苏锦满脸无辜, 是你太专注了, 不是我的问题哦, 苏正光缓过神来才发现, 阿锦你的头发怎么回事, 苏锦笑了笑, 之前戴的假发不太舒服, 我就换回来了, 苏正光嗡了声小心翼翼地问, 那阿锦你愿意去吗, 你外婆大概也挺想你的, 苏锦神色淡定回应去, 我也想看看妈妈的亲人, 实际她是想去了却一段因果, 苏正光和姚跃满是欣慰, 我们阿锦想亲人了, 回来这么久第一次, 见他流露真心, 苏锦好无语, 你们的信好多, 收敛一些好吗, 管家突然进来禀报, 小姐,有人找您, 苏锦两眼放光, 我知道, 有才入门, 立即去了客厅, 楚琳乐呵呵地打招呼, 苏冠主, 我来找你谈大事了, 陆之宁也恭敬出声, 苏冠主, 我妈来拜访你了, 陆夫人捧着个礼盒上前, 久仰大名, 为了感谢苏冠主救我儿子性命, 我带了一点薄礼, 还望苏冠主不要嫌弃, 盒子里, 珠宝闪着金灿灿的光, 直接晃了苏锦的眼, 陆夫人真是客浅, 降妖除魔, 是我的本分之一, 陆夫人带着厚礼过来感谢苏锦救命之恩, 苏锦则从陆夫人的面向, 看出她是个心善, 余生能安稳富贵的人, 陆夫人见苏锦年纪这么小就有这般本事, 喜爱的不行, 苏冠主出手救了我们家之宁, 这等于帮了我们整个陆家, 这礼物更是我整个陆家送给你的, 还请收下吧, 苏锦掉到前眼里, 没去戏品意思, 姚跃却是听明白了, 整个京城陆家都会将苏锦视为恩人, 有陆家罩着阿锦能在青城横着走, 去到京城也能顺风顺水, 想到苏正光那个脑子不好使的, 有这么出色的女儿, 上辈子肯定拯救了银河系吧, 苏锦虽然很想要, 却没有急着收下厚礼, 这份礼物收不收, 我得问问祖师爷, 陆夫人有些猛, 陆之宁自我挠补了一番, 然后一通乱夸, 苏冠主很孝顺的, 凡事都要请教祖师爷, 可见是个很尊重长辈意见的好人, 姚跃文言更加自豪, 原来我们家阿锦的好, 大家都知道, 大家随我到后面花园吧, 不一会儿, 便带着陆夫人几人来到花园, 见到临时的玄清罐, 苏锦点燃三支香到祖师爷面前, 这里收不收, 还请祖师爷指点, 态度表情, 都是希望祖师爷能允许他收, 或许是祖师爷听到了他的内心请求, 以缓缓上升的烟雾, 表示同意, 苏锦顿时开心不已, 祖师爷真好, 多谢祖师爷, 然后转身笑眯眯地对陆夫人说, 我家祖师爷, 说了这里可以收, 那我就不客气了, 陆夫人温和笑着递过去, 苏冠主你拿好, 苏锦接过来笑得很甜, 陆家送得里价值不菲, 非来横财, 总是让人激动又开心, 谢谢陆夫人, 也谢谢后面的陆家人, 陆夫人白白手试探地问, 苏冠主, 我们可否也给祖师爷上几支香, 苏锦当即表示, 自然可以, 毕竟陆家可是长期大客户, 那么服务态度当然得要贴心, 苏锦把香分给三人, 陆夫人等人态度虔诚, 祖师爷也很是开心, 唯有楚琳的香忽明忽暗, 此刻他还在那里嘟囔个不停, 苏锦一看, 祖师爷的态度有些奇怪, 当即就凑了过去笑问, 楚琳, 你刚刚对祖师爷说了什么? 楚琳忐忑不安地出声, 我只是想让祖师爷成全我, 苏锦凑过去, 轻轻戳了戳他, 成全你什么? 可不要对祖师爷许乱七八糟的事, 青春期的少年, 扛不住少女明媚的眼睛, 红着脸退后两步, 傲娇地表示, 这是人家的小秘密, 不能告诉你, 只能告诉祖师爷, 苏锦本就见祖师爷的态度意味深长, 就更加想知道了, 楚琳, 我如今是玄清冠冠主, 大小事都是由我主持, 你确定要向我保密? 楚琳想想也是, 本来就是要跟着苏冠主身后的, 努力压下自己的紧张, 问梁静如借了点勇气, 直接闭着眼大吼出声, 我想入玄清冠, 我想当玄清冠的人, 一向放荡不羁的富二代, 如今却要一心向道, 加入玄清冠, 苏锦不可置信地看着楚琳, 原来你刚才跟祖师爷说的, 就是这些, 怪不得你手上的香忽鸣忽灭, 感情是祖师爷给了太多, 楚琳知道自己以前混账不靠谱, 连连保证, 我是真心想成为玄清冠的一份子, 真不是三分钟热度, 所以苏冠主, 请收我为徒吧, 说着行了个标准的鞠躬礼, 苏锦有些为难, 陆夫人和陆芝宁都没想到楚琳真是认真的, 不过整得这么突然, 能成功吗? 苏锦瞥了眼祖师爷跟前的香, 这会儿, 楚琳上的那几只香已经是青烟徐徐上升, 他瞬间明白祖师爷的意思, 笑出了声, 楚琳忐忑不安地抬头, 苏冠主你笑什么? 苏锦看着未来徒弟笑意更深, 玄清冠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想象我当初下山的目的, 就是要把玄清冠发扬光大, 话还没说完, 就被楚琳猛地跪下动作打断, 只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 师父你看看我, 我可以当你的徒弟, 孝敬你跟祖师爷, 咱们玄清冠人少, 正好缺个跑腿的, 而且我听话又有钱, 求您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 苏锦拖着下巴认真地思考着, 玄清冠确实需要个跑腿的, 而且这家伙不缺钱, 要是以后玄清冠做啥大型活动, 他还能帮个忙, 这么一看, 收下他好处还挺多, 考虑到祖师爷他没把话说死, 楚琳, 你既然如此有诚心,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吧, 楚琳文言乖如小狗, 不太确信地问了遍, 你真的愿意收我为徒, 苏锦笑着点点头, 你没有听错, 我愿意收你为徒, 楚琳兴奋地跳过去, 要来个爱的抱抱, 多谢师父, 以后我就是师父的大弟子了, 苏锦抬手一挡, 先别急着叫师父, 你能不能成为我玄清冠的正式弟子, 还得看你的表现, 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呢, 楚琳疯狂点头,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陆夫人都没眼看这么不值钱的外甥, 就这么想入到修行吗, 这楚家怕是要绝后了, 姚岳看得暗暗欢喜, 楚家继承人竟然跑来给阿景当实习弟子, 我们家阿景真厉害, 楚琳很会来事的讨好, 师父, 现在有什么需要弟子效劳的吗, 您尽管说, 徒儿一定办到, 苏锦想了想, 我的朱砂快又没了, 绝口不提要给钱的事, 楚琳对钱已经没有概念了, 唯一想的就是讨好师父正式入冠, 师父等着, 徒儿这就去办, 然后一手陆之宁一手一母, 就拉着往外跑, 你们都来看看我的优秀表现, 苏锦忽然觉得有个小徒弟的感觉也不错, 袁锦过来刚好听到这句话, 阿景, 楚琳做了你的徒弟, 苏锦恩了声, 我此行下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将玄清冠发扬光大, 收徒弟也在计划之中, 袁锦心想, 那楚琳不就是可以和阿景朝夕相处了吗, 会变成情敌吗, 苏锦见他愣神喊了声, 袁锦怎么了, 你找我有事, 袁锦回神点点头, 我近几日又开始心虚不宁, 阿景可以帮我看他吗, 苏锦一看, 袁锦身上的死气比之前浓郁了许多, 那我再给你一些福祉吧, 还是和之前一样, 你贴身带着, 袁锦的狐狸眼转了转, 一本正经的说, 有劳阿景了, 不过我发现, 每次跟你待在一起, 我的心境会安宁平缓许多, 我以后可以常跟在你身边吗, 苏锦冲他甜甜一笑, 当然可以, 大概是因为我身上有灵气, 灵气驱散了你的死气, 所以你跟在我身边会感觉很舒服, 少女明媚纯洁的笑容惊艳了袁锦, 让他又愣神了几秒, 而后他也回了个生平第一次灿烂的笑容, 或许跟着他死气能完全消失, 还能查到想要害我的人, 两人接触这么久以来, 苏锦也是头一回见到这么灿烂的笑容, 让本就帅气的袁锦多了几分迷人, 让大客户开心, 荷包就会鼓鼓, 真好, 灵为了能早些成为玄清冠正式弟子, 差点把人家卖朱砂的店给搬空, 老板笑得合不拢嘴, 这样的富二代再来一打, 表哥快来搭把手, 开后备箱, 陆志宁有些无语, 你怎么买这么多? 楚琳乐呵呵说你不懂, 这可是师父给的第一个任务, 必须要圆满完成, 陆志宁文言微挑眉, 照你这么说, 你怎么不直接把那家店铺买下来呢? 苏冠主岂不更开心, 楚琳眨巴的大眼睛,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陆志宁彻底无语了, 这表弟是傻的, 还是不要了? 陆夫人也跟着叹气, 楚琳, 以后遇事不可逞强, 有些是解决不了, 就不要硬着头皮冲上去, 我对你没什么太大要求, 楚琳激动地打断, 姨母放心, 日后悬门之中, 定然有我一席之地, 我一定会扬名立万, 陆夫人顿了顿轻声说, 你好好活着就行, 陆志宁没忍住, 哭斥一声笑了出来, 楚琳不愤的要反驳, 手机就响了, 我接个电话, 这些都是我们玄亲关的东西, 表哥记得要轻拿轻放, 陆志宁白了他一眼, 你给我闭嘴, 楚琳按了接听键, 砸了老头子, 楚琳在电话那头慢慢咧咧, 臭小子, 我听说, 你拜那个苏锦为师了, 你他妈来真的, 楚琳闻言乐呵呵承认, 是啊, 以后他就是我的师父了, 楚妇吞了颗救星丸, 你个不孝子, 你真是把楚家的脸都丢尽了,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来, 我不, 我就要跟着师父学手艺, 楚妇气得要命, 臭小子你学什么手艺, 闲着没事干就回家继承家业, 帮我打理公司, 你今天要是不回来, 就永远别回来了, 楚琳一听这话, 就跟着节奏开始放狠话, 不回就不回, 直接挂了电话, 又冲着陆志宁嘟囊, 以后他来求我回去, 我都不回去, 从小就把我不喜欢的强加给我, 从来不会顾及我的感受, 陆志宁低声开导, 观点不一样, 你也犯不着和老爷子怄气, 楚琳多娜的小嘴我就, 我就, 陆志宁直接给他个暴力子, 臭小子你, 给我适可而止啊, 你真的很欠揍的, 兄弟俩打闹时, 一个中年男人, 朝他们走了过来, 请问, 你是陆志宁陆少爷吗? 我叫赵静, 我女儿赵曼, 他跟您是大学同学, 本来是想登门拜访, 但没想到上个街就遇到了您, 真是好巧, 陆志宁思索了一下, 赵静, 赵家, 我想起来了, 苏冠主的妈妈, 就是赵静的亲妹妹, 这赵静, 正是苏锦的亲舅舅, 因为苏锦的关系, 陆志宁眉眼瞬间变得温和, 赵静却是误会了, 地上情帖, 陆少爷, 再过两天, 我家老太太要过七十大寿, 不知您是否能赏个脸, 陆志宁直接应了下来, 楚灵皱眉吐槽了一句, 这人没看见二姨吗, 真是没礼貌, 这么大个长辈, 坐在这里不打招呼, 哪有直接向小辈问好的, 陆夫人却是看出来了, 赵家打的算盘, 直接找上知宁, 怕是为了女儿来的, 这边赵静送完情帖, 便赶回赵家, 分享这个消息, 小曼, 情帖我送给陆少爷了, 他愿意来参加你奶奶的寿宴, 赵漫文言惊喜出声, 真的吗, 赵静此刻心情还激动得不行, 当然是真的, 而且是在提了你的名字之后, 他才同意的, 赵漫文言脸颊微红, 没想到陆芝宁对我还有那么深刻的印象, 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赵静盲说小曼, 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那可是陆家的少爷, 若是能攀上关系, 我们赵家就能站在清城的顶端了, 赵漫也直接展现他内心的贪婪, 爸你放心, 我已经想好, 怎么俘获他的心了, 赵家父女俩眼里, 都只有权势利益, 都自以为陆芝宁能来, 是看他们的面子, 赵漫大学时期, 就因为陆芝宁长得帅家嗜好, 暗恋多时, 欣喜之鱼, 呼地想到一件事, 对了爸, 你不是说奶奶还邀请了苏家的那个小姐吗, 听说他和陆少爷走得很近, 赵静唇脚满是嘲讽, 我也没见过他, 你奶奶让那个野丫头来参加寿宴, 不过是因着几分血缘关系, 不得不请他来一趟, 不然以他那个臭名声, 怎么也不会让他进我们赵家的门, 到时候寿宴上, 你只管打扮得漂漂亮亮, 醒路少爷就行, 赵漫这些年粘上鞋树, 令自己变得漂亮, 很自信地嗡了声, 赵静愉悦地转身出去, 那宝贝女儿早点休息吧, 爸就不打扰你了, 赵漫很乖巧地送走父亲, 关上门的瞬间脸上笑容立马变得阴沉, 我看上的人必须是我的, 谁要和我抢, 我就让他死, 他的衣柜里放着一尊泥像, 散发着他看不见的黑气, 只见他拿起水果刀划破自己手指, 鲜红的血液被他滴在泥像上方, 很快泥像就把鲜血吸收, 赵漫小声地许愿, 杏女赵漫对陆之宁爱而不得, 求天神保佑, 让杏女能与他有一段情缘, 杏女感激不尽, 愿以鲜血共知,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那尊平平无奇的泥像泛出黑色的光, 算是契约已成, 正兴奋的赵漫很快会知道, 和邪物做交易的下场会很惨, 另一边苏锦正茫然地看着自家客厅, 我让你买点朱砂, 不是让你把一整个铺子的朱砂都买回来, 楚琳一个劲展现自己很有用, 嘴甜地喊道师傅, 反正以后都要用就囤着呗, 苏锦乌语符额, 钱再多攒也不能这样花啊, 想想买都买了再说也没有意义, 他呼出一口气, 你回去吧, 明天一早过来, 我交代些事给你做, 楚琳顿时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师傅我们逛宫吃住的吧, 苏锦瞥了他一眼, 你楚家那么大洞别墅, 不够你住的, 楚琳当即表演个秒落雷卖惨功夫, 师傅你是不知道, 我爸知道我拜你为师后, 把我扫地出门了, 我现在是无家可归的可怜虫, 苏锦实在受不了这种会撒娇卖萌的仔, 更何况还有那一大堆的福祉猪杀, 便同意楚琳在苏家住下, 但不能住太久, 楚琳感动得亮出招牌动作爱的抱抱, 师傅你人真好, 拜入玄清观果然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 苏锦给了他一个暴力子, 你才多大就一辈子了, 放开为师, 你这个孽障, 随后苏锦又拿了几张福祉去贿赂姚月, 毕竟楚琳入住苏家这事, 得让姚月也同意, 姚月这个绝世好后妈, 拿着福孝的合不拢嘴, 阿锦, 苏家也是你的家, 你都可以做决定, 至于苏正光那边, 你就不用管了, 我会跟他说的, 两日后, 就是赵家老太太的寿宴之日, 苏锦不慌不忙, 往包里装福纸, 带他装完福纸, 房门正好被敲响, 阿锦, 我可以进来吗? 得到允许后, 苏正光进来低声说, 阿锦, 等会儿见到外祖母, 不用紧张, 寿礼我准备了两份, 你那份, 我等会儿给你, 苏锦文言摇头, 不用, 我有礼物给他, 苏正光直盯着苏锦的背包, 心想, 阿锦说的礼物, 不会是那些奇奇怪怪的福纸吧, 在人家寿宴上送福纸, 大概会挨打吧, 可想到女儿精神不太正常, 不能受打击, 便笑着围婉讲, 阿锦, 你准备的礼物, 自己留着就行, 我为你背的那份寿礼, 老太太肯定会喜欢, 苏锦依旧摇头抬脚往外走, 苏先生, 有些事莫要抢求, 我给他的他才会喜欢, 我去给祖师爷上炷香就出发, 苏正光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听不懂自家女儿说的话了, 苏锦出发去赵家断因果之前, 先去了趟小道灌点了三只香, 祖师爷, 楚琳这个实习弟子, 你应该还算满意吧, 虽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心眼很是实在, 还很有钱, 他话音刚落下, 手上的三只香烧得急望, 这便是祖师爷的态度, 苏锦苗懂笑了起来, 你老人家满意就行, 说曹操曹操就道, 楚琳欢快地跑了过来, 师父, 我已经准备好车子了, 我送你去赵家, 我是不是很棒, 坐视面面俱到, 苏锦看着他一副认真懂事的模样, 不给个好评都说不过去, 伸手摸了摸头, 很好, 继续努力, 楚琳听到师父的夸赞和认可, 开心得不像话, 为师父效劳, 是我的荣幸, 苏锦会心一笑, 你我本无缘, 全靠你有钱, 能进玄清观, 是该荣幸的, 苏正光站在一旁, 心情就很复杂, 没想到脑子有病还会传染, 这楚少爷的脑子, 好像也不是很好啊, 得, 我身上的担子又中了, 这会儿, 几人已经上了车, 被师父夸赞摸头的楚琳难掩心头喜悦, 跟着音乐嗨了起来, 后座的苏锦和苏正光, 只想快点到地方下车, 再听楚琳唱下去, 半条命都得没, 好在没多久就到了赵家, 楚琳殷勤而热情地为师父开门, 您慢点, 苏锦实在忍不住了, 楚琳, 你也不必服务到如此地步, 楚琳文言格外郑重出声, 那怎么行, 我作为徒弟, 必须打点好师父的一切, 苏锦无奈叹了口气, 算了, 随你吧, 实行眼的徒弟, 也没什么不好, 楚琳界门口聚集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 看来赵家近几年发展得不错呀, 苏正光叹了一句, 赵老太太寿宴, 大家不会不给面子, 能来的都来了, 随后, 他们报了苏家名号, 却见迎接客人的男子, 变了变脸色, 原来是亲家来了呀, 这边亲, 别人都是从正门进, 他们就被领到了赵家的片门, 作为楚家的大少爷, 从未受过这种委屈, 最重要的是, 赵家人竟然敢看不起师父, 当即就要发怒, 苏锦却抬手示意他, 不要冲动, 我来楚琳, 楚琳最喜欢看师父的神奇手段, 连连点头师父上, 苏锦冷淡地看着男人打来的响指, 我估摸着赵家的大门许事坏了, 不然怎么会让我们这种贵客, 从片门走进去呢, 男人正琢磨讥讽话语, 下一秒就听到正门那儿传来的惊呼声, 门怎么倒了, 男人脸色大变, 老太太的七十寿宴大门却倒了, 这可是凶兆啊, 苏锦冷刺了一声, 还好我们没有走那边, 楚琳崇拜极了, 师父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造化啊, 苏锦笑眯眯地给他解释, 不是料事如神, 那是我弄的, 楚琳文言更加崇拜, 警报师父的大腿, 师父真厉害, 苏正光忍着笑, 这孩子下手真是狠, 迎客的男人急得团团转, 都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点收拾一下, 今天还要迎接一位大贵客呢, 苏锦几人则是扬着幸灾乐祸的笑容, 走偏门进去, 明天就能听到圈子里议论赵家, 让客人走偏门的事了, 真是笑死人了, 赵敬也急得要命, 好不容易请来陆少爷, 难道还要让陆少爷走偏门吗, 那岂不是要得罪陆少爷, 这时盛装打扮过的赵曼走了过来, 爸,你别着急, 许是有谁嫉妒我们赵家, 毕竟不是谁都能请到陆少爷这位大人物, 等会儿就让我亲自跟陆少爷解释, 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们, 赵敬看着漂亮的女儿, 瞬间有了底气, 你说的有道理, 赵家大小姐为了能博得陆芝宁青睐, 特意和邪神做了交易, 以血饲养换得自己美丽容貌, 却不想陆芝宁不吃美人计这一套, 苏锦楚琳还有苏正光三人, 刚走进赵家没多久, 就被一名女佣喊住, 苏先生、苏小姐、老太太有请, 苏锦若有所思的偏头看向楚琳, 你先在这儿随便逛逛吧, 楚琳想跟着师父一起, 但之前的事件都提醒他, 如果不听师父的话,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委屈巴巴的印象, 我知道了师父, 默默去到墙角, 没有用武之地, 我还不如在家陪祖师爷呢, 女佣引着苏锦和苏正光往里边走去, 百般无聊的楚琳正好瞧见大表哥推门而入, 瞬间仰起笑脸, 蹦蹦哒哒地挥手打招呼, 表哥, 你终于来了, 看这里, 你的好表弟在这儿呢, 就在这时有人截胡, 楚琳愣在原地, 表哥的桃花又来了, 只听长得好看的女人, 娇声娇气地喊着师哥, 好久不见啊, 陆芝宁看着眼前冲他笑盈盈的女人, 一脸猛逼, 赵曼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赵曼啊, 师哥, 我们之前在同一所大学见过几面, 不知道你对我还有没有印象, 陆芝宁一心只有事业, 对美人没什么兴趣, 他礼貌地笑了笑, 没印象, 这三个字打击了赵曼, 转瞬, 他又重新扬起笑脸, 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也是, 师哥这样的人日理万机, 哪里会记得一个平平无奇的师妹呢, 陆芝宁只觉得, 和女人说话是浪费时间, 很烦躁, 直接就顺着赵曼的话补了一刀, 你说得对, 楚琳这一旁乐得不行, 跳过来打去陆芝宁, 表哥啊, 你真是重色轻友, 叫你半天了不理人, 我给赵曼狠狠补了一刀, 不认识, 楚琳哈哈大笑, 表哥走, 我跟你说件搞笑的事, 你是从片门进来的吗, 陆芝宁受不了了, 你能不能说完再笑, 但楚琳笑得停不下来, 赵曼看着渐行渐远的两人背影, 怒火中烧, 简直该死, 原本想循序渐进, 但你不给我面子, 那就别怪我下狠手, 另一边, 被女佣带到偏厅的苏正光, 微微皱眉, 老太太要见阿景, 为何要定在没人的偏厅, 这摆明了, 就是不喜欢我们家阿景, 见女儿乖巧的在那里看书等待, 心疼不已, 今天带阿景来这儿, 果然是个错误的决定, 一刻钟后, 苏锦没了耐心, 甘等了这么久都不见人来, 赵家的态度很明显了, 她拿出一个时钟看着女佣, 你去跟你家老太太说, 我来这儿, 只为送上寿礼, 我给她十分钟的时间, 她可以选择来见我, 也可以不来见我, 女佣人当即转身, 苏小姐稍等, 我这就去请示老太太, 心里十分不屑, 一个落魄的大小姐, 说话还敢这么应勤, 见佣人离开, 苏正光怕女儿心里难受, 张了张嘴, 却不知该如何安慰, 苏锦却是神色淡定, 我说了我只是来送寿礼, 送完寿礼我就走, 仅此而已, 苏正光忍不住询问, 阿景你不难过吗, 你外婆她这般态度, 苏锦带了几分疑惑, 淡淡回眸, 为什么要难过, 世间万物皆有道法, 无必如此在意, 血清束缚, 苏正光像是顿悟了一般, 阿景说的有道理, 女儿不因这些难过, 她也开心了不少, 十分钟后, 不见老太太, 也不见那个女佣, 苏锦泛起了一丝怒意, 这老太太是要撕破脸, 一点后路都不留, 你先在这等着, 我出去一趟, 苏正光怕赵家人 欺负自己女儿赶紧跟上, 阿景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 老家老太太一副老佛爷模样, 原本她邀请苏锦来参加寿宴, 就是因为听说, 苏锦跟楚家少爷关系不错, 想借着楚琳再跟陆家攀上关系, 没想到她的邀请刚发出去没多久, 就又听到楚琳为了苏锦与楚妇翻脸的消息, 老太太现在后悔死了, 苏锦这个小祸害, 祸害完徐家又祸害楚家, 要不是她, 我的女儿也不会死, 想想现在赵家直接搭上了陆少爷这条线, 那么这个小祸害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不悦地吩咐女佣, 我不想见她, 只要能把她打发走就行, 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奴仆, 女佣也是视力眼, 立刻领命去办, 气呼呼地赵老太太得知, 陆家少爷已经来了, 顿时眉眼舒展, 女佣急匆匆地往偏厅赶去, 眼也不睁地傲慢开口, 不好意思啊苏小姐, 我们老太太没功夫见你这种人, 察觉到太安静睁开眼睛, 瞬间就傻眼了, 人呢? 此时苏锦带着苏正光步步往正厅而去, 从未来过赵家, 却没走弯路, 苏正光紧跟在身后很疑惑, 阿锦好像很熟悉这里, 这到底要去哪里啊? 正听这边, 陆之宁优雅地品着红酒, 楚琳则是释放吃货本性, 被师父抛下的心, 都被美食填补了, 余光忽然瞟见缓缓而来的师父, 美食突然不香了, 立即放下吃食, 激动地把陆之宁往后拉, 差点红酒喝了陆之宁一身, 也不管表哥犀利的眼神, 乐呵呵地挥手大喊师父, 我在这里啊师父, 苏锦闻声停下脚步, 抬眼就瞧见了楚琳和陆之宁两人, 楚琳这一嗓子, 也瞬间把宴会上的其他人的目光, 都吸了过来, 宴会气氛开始异常活跃, 果然是陆少爷, 真没想到, 赵家竟然能请到陆少爷, 我这趟总算没白来啊, 我看大家来都是为了见陆少爷的吧, 苏锦为诧异地走过去, 倒霉鬼二号三号, 你们都在啊, 楚琳和陆之宁猛然听到倒霉鬼二号三号的称呼, 卡拉后面还有事, 仙女的大腿必须报警, 就在这时, 那些赴约而来的贵客们, 都蠢蠢欲动地靠近, 要来攀骄陆之宁, 苏锦扫了一眼, 就收回眼神看着陆之宁, 你怎么在这儿, 陆之宁忙回应, 赵家邀请我来的, 楚琳有些嫌弃补充, 表哥是觉得老太太是你外祖母, 受了邀请才跑过来参加寿宴, 谁知道这赵家这么不识趣, 竟让我们从偏门进来, 我表哥能来, 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赵家居然敢如此怠慢, 真是不识好歹, 苏锦唇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 不用在意, 我此行也是有目的的, 苏正光在他身后听得朦朦胧胧, 怎么陆家少爷也被阿锦传染了, 女儿真是优秀啊, 竟然能把这么多人带外, 赵家老太太被不少豪门夫人 簇拥着众心捧月, 听着人们的夸赞声, 她的虚荣心得到了升华, 笑得合不拢嘴, 只因为邀请到了陆家少爷, 自以为陆家少爷是冲着她的孙女来的, 赵曼故作矜持地开口, 姨姨们过奖了, 其实我很普通的, 赵老太太得意极了, 引得众人遐想连篇, 小曼与陆少爷目前还只是大学同学的关系, 你们说的那些还早着呢, 苏锦就是这时候出现, 一声清脆的赵老太太打断了这众心捧月的场景, 谁呀这么大声, 一点规矩都没有, 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这么大嗓门, 老太太笑脸一收, 暗骂了句可恶, 怎么办似的, 没把这小祸害给赶出去, 赵曼也是一脸厌恶, 走偏门羞辱都没让她走, 果然是乡下来的后脸皮, 贵妇们都心思各意小声议论, 这不是苏家刚找回来的女儿吗, 一言说的, 徐家家破人亡, 不喊外祖母, 反而叫赵老太太, 有瓜默默看戏, 老太太听着众人的议论, 更加嫌弃苏锦了, 不想自己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忍着怒意, 勉强挤出点笑容, 故作慈爱, 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这么多年, 吃了不少苦吧, 苏锦不屑于他们虚情假意, 直接挡开要摸他头的那只手, 我知道您不想见我, 其实我也挺忙的, 所以送完寿礼我就走, 老太太又在心里咒骂, 这小祸害当真是可恶, 表面功夫都不会做, 要不是寿宴, 我早就叫人把你丢出去了, 苏锦认真开口, 看在你与我母亲是母女关系的份上, 我送你一份受理八个字, 老太太你要记好了, 邪碎入宅, 富贵难久, 老太太听到这话, 差点要气晕过去, 手指着苏锦, 你给我滚, 苏正光, 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 今天有贵客在, 我就不奉陪了, 苏正光冷哼了声, 老太太你听着, 要不是看着那点血缘关系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带着阿锦来你这受气, 走偏门进偏听, 呸, 是个体面人, 都做不出这种事, 老太太气得不行, 赶紧让他引以为傲的孙女, 扶着他去接陆少爷, 赵曼也傲气得意地撞开苏锦, 这边楚琳带着陆志宁一路摸索, 就奇怪了, 师父腿也不长, 怎么一转身人就不见了, 表弟杂杂呼呼的性子, 他也很无奈, 你在瞎看什么, 他们肯定是往正厅去了, 正在这时, 迎面撞上赵曼和老太太, 直呼阴魂不散, 赵曼却没看到那股不耐烦, 还热情介绍, 陆少爷, 这是我奶奶, 赵老太太愉悦地笑着, 陆少爷大驾光临, 真是感激不尽, 正好要离开的苏锦, 看到两人挥了挥手, 好徒弟, 原来你在这儿啊, 是的师父, 徒弟来接你了, 楚琳当即心花怒放的拉着陆志宁, 越过赵老太太, 奔向师父, 陆志宁只觉得, 熊孩子, 还是有必要三天一顿打的, 见到苏锦他礼貌又恭敬, 苏冠主别来无恙, 苏锦笑了笑,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恢复得很好, 这边熟络寒暄着, 赵曼恨的眼珠子, 都要瞪了出来, 陆少爷都没有这般和我说过话, 真是该死, 那个贱丫头, 竟然当着我的面勾引陆少爷, 我一定要让这小贱人不得好死, 苏锦不由地打了个喷嚏, 感受到了很强的怨气, 看着陆志宁相貌, 这人挺不错, 怎么就总是招一些可怕的烂桃花, 又想到那位和姚月一样面善的陆夫人, 直接拿出两道符递给陆志宁, 你与陆夫人一人一道符随身带着, 陆志宁有些猛, 苏冠主怎么突然给我这个, 楚琳却是心头一跳, 看来表哥又有劫难了, 苏锦认真回应, 天机不可泄露, 这是天雷符, 具有很强的攻击力, 你们记得带好就行, 陆志宁感动极了, 以为苏锦知道他们要回京城, 所以送上临别礼, 苏冠主, 你真的太好了, 苏锦淡定的出事, 收款马, 打断他的脑补, 别跟我谈感情, 伤钱, 天雷符现在五百块一到, 转一千给我就行, 陆志宁笑了笑麻溜地转了过去, 物美价廉说的就是苏冠主的福祉, 一切办妥, 苏锦挥了挥手大步离开, 陆少爷尽早离开清城吧, 赵老太太直接傻眼了, 看陆少爷这样子, 好像是冲着那个小祸害来的, 赵曼恨得咬牙切齿, 心里直骂该死, 竟然敢无视我, 我要你们统统去死, 苏锦走后, 陆志宁笑脸一收, 看向了赵家以及所有宾客, 我能来是为了讨好苏锦, 既然你们把他当成祸害, 那我与你们赵家也没有接触的必要了, 说完走得干脆利落, 赵老太太完全不敢相信, 陆少爷看中的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赵曼, 而是他们心底格外嫌弃的小祸害苏锦, 刚刚还对着赵老太太歌于奉承讨好的众人, 都是商场上的人精, 都纷纷借口离开, 另一边回去的路上, 苏锦光忍不住问, 阿锦, 你为什么要送老太太八字真言啊? 楚琳也好奇, 师父说过, 因果这种东西, 悬门中人不能随便沾染, 但师父竟然亲自上门提醒, 岂不是沾染了, 因, 面对两个好奇宝宝, 苏锦便给他们解释, 因果这种东西向来不好算清,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 我与赵家就有了因果, 但我母亲去世后, 赵家也不待见我, 我登门送上八字真言, 是为了亲自了却我与赵家的因果, 苏锦光和楚琳对视一眼, 说得很有道理, 好像听懂了, 又好像没听懂, 楚琳也不纠结转了话题, 师父, 你为什么要让表哥, 尽快离开清城啊? 苏锦掐指一算, 自己能做的已经做了, 其余的, 就看陆志宁的福气, 淡淡回应, 自然是为了他好, 但这其中, 天机不可窥视, 回到苏家, 苏锦光就被姚岳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你怎么当爹的, 怎么能让阿锦受委屈, 苏锦光也有些心酸弱弱的建议, 老婆, 要不你歇会儿再骂, 别累着了, 虽然他们房门紧闭, 隔了几个房间, 苏锦依然能听到姚岳教训苏锦光, 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个家挺不错的, 另一边陆志宁回到酒店, 美滋滋把一道天雷符送到陆母手中, 这是知道我们回京, 苏冠主特意给我们准备的礼物, 不仅限于护身, 还有攻击力呢, 陆夫人笑着点点头, 苏冠主真是个很不错的人, 陆志宁也笑着附和室啊, 楚琳在他那儿, 我们也能放心了, 妈妈早点休息, 我们明天一早离开, 我去收拾东西了, 妈妈晚安, 陆志宁准备开隔壁套房房门的动作, 忽然顿了顿, 下意识回过头扫了一眼, 虽然走廊空无一人, 但怎么感觉有人盯着自己, 这么想着, 他摸了摸自己戴在身上的护身符, 瞬间就安心了, 有苏冠主的护身符在, 没什么好担心的, 抬脚就走了进去, 在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 隐藏在暗处的赵曼, 眼底闪烁着异样的光, 十分钟后, 正准备洗漱睡觉的楚琳接到了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 姨母焦急不安声音说表哥失踪了, 楚琳的瞌睡虫顿时跑完了, 这才几个小时的时间, 表哥就出事了, 姨母你先冷静别急, 我这就过去, 你现在在哪儿, 在飞云酒店, 你能请苏冠主来看看吗, 全程听到对话的苏景, 捧着个瓜走了过来, 楚琳当即就冲了过去, 师父, 我表哥他失踪了, 我们现在就去酒店, 苏景叹了一声, 天意不可为, 即便提醒了, 也改不掉陆之宁命中此节, 楚琳担忧不已, 直接拖着苏景就走, 师父, 我表哥, 这次会有生命危险吗, 苏景很无语, 你慢着点, 陆少爷命格不错, 就是容易招一些烂桃花, 不会有生命危险, 正好隔壁的远景出来, 看到这一幕, 诧异地问了句, 这么晚了, 你们去哪儿, 苏景直呼你来得正好, 然后大手一挥, 就把远景推到了车里面, 走吧, 跟我们一块去救人, 你唯一的朋友陆之宁他失踪了, 苏景给徒弟开了天眼, 让他们也能清晰看见, 斜碎鬼气, 陆夫人看到苏景这个主心骨来了, 激动的都上前, 苏灌主, 求你舅舅之宁, 他从小那么乖, 从不欺负人, 不会平白无故失踪的, 你说他会不会被人绑架了,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苏景赶忙扶住摇摇欲坠的陆夫人, 轻声安抚, 陆夫人别怕, 他身上还有一道天雷符, 性命无忧, 楚琳也出声劝慰, 姨母放心, 表哥福大命大, 而且还有我师父在, 肯定会没事的, 苏景松开陆夫人往房间去, 有果必有因, 他进入房间后, 就没再记录了, 楚琳眉头微挑, 看来是有人故意为之, 可会是谁会想害表哥呢, 苏景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看到了的鬼气, 甩出一张符纸, 双手举起, 朝着虚空中轻轻一抓, 口诀落下, 整个房间的鬼气便收入他手中, 不由得感到惊讶, 这鬼气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 楚琳文言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 师父, 您能不能给我开个天眼什么的, 不然我什么都瞧不见, 压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阿景,我也要, 楚琳小声嘟囊, 袁三爷可真会捡便宜, 苏景见两人都兴致勃勃, 就拿出了两张符纸, 等会儿看到奇怪的东西, 可别怪我呀, 楚琳立马就贴在额头上, 鬼我们都见过了, 还有什么东西更奇怪的, 你说是吧三爷, 袁景才没有楚琳那么单纯, 知道不一般, 却也还想看一看, 贴上后, 两人顿时感觉体内有了明显的变化, 清晰地瞧见了一小团黑气, 楚琳大谢, 谢谢师父, 我真的看见了, 原来鬼气就长这样啊, 苏景嗷了声, 既然开了天眼就开动吧, 如果不是反侦察很厉害的凶手, 都会或多或少留下证据, 不一会儿, 楚琳举起陆志宁的手机, 师父, 这手机上面也有鬼气, 是不是说明那个人碰到过表哥的手机啊, 苏景笑着夸赞了一句真聪明, 楚琳接触到新知识, 又被师父夸赞很开心, 然后发现他的开心, 好像建立在了表哥的痛苦之上, 默默念了几句对不起, 苏景看和他猜测的差不多, 便转头看向一旁的袁景, 我记得你跟陆少爷的关系不错, 那就麻烦你看在陆少爷的份上, 借我几个人, 袁景有些诧异, 你想借什么样的人, 苏景表示, 要他别墅外面的那些保镖, 袁景瞄懂, 看来这次的事情有危险, 我可以多掉一些人, 苏景想了想也好, 其实也不是很危险, 只是需要一些人压场子, 让你的人去赵家, 我们在赵家会合, 陆夫人忍不住出声询问, 难道赵家与知宁失踪的事情有关系, 苏景向来严谨, 便说这件事不能直接下定论, 但我在赵家感受到的邪气, 与刚刚抓到的鬼气, 乃是相同根源, 陆少爷这场结是桃花结, 我觉得赵家小姐不太对劲, 你们有他的资料吗, 袁景当即拨通袁七的电话, 让他立刻查赵曼的资料, 楚琳很不解, 难道是赵曼让人绑架了表哥, 可以我对表哥的了解, 表哥不喜欢强债啊, 袁七的动作很快, 赵曼从出生到现在的资料, 都发给了袁景, 直接让人目瞪口呆, 以前的赵曼和如今的赵曼, 差别大的不是一心半点, 完全没有一丝能重合的地方, 虽说女大十八变, 但有一点绝不会改变, 楚琳好奇的盲问, 是什么? 苏景带有些深思回答古像, 楚琳醍醐灌顶, 是啊, 就算他再怎么整容, 他的古像也不会有变化, 苏景不令夸赞了一句不错, 但这两张照片里, 不仅容貌有变化, 就连内在的古像也出了问题, 在他没有整容的情况下, 他的古像只可能是非人为原因所导致的, 袁景想起苏景送给赵家的八字真言, 邪岁入宅, 富贵难久, 原来说的就是赵曼, 苏景认真地点了点头, 没错, 当时我并不知道邪岁与谁有关, 现在清晰明了了, 走吧, 我们去赵家, 赵家刚把大门建好, 就迎来了苏景带的大部队, 财阀第一的袁家和第二的陆家, 还有清城首富楚家, 不明所以的赵家仆人们都慌了, 你们想做什么,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小若鸡还敢嚷嚷, 袁七大手一挥, 那人顿时闭了嘴, 道路也被清理了出来, 女佣赶紧往回跑, 先生太太, 有人来闹事了, 有保镖开道, 苏景直接一路闯了进去, 满客厅都是浓厚的鬼气, 开了天眼的楚林和袁景, 也看到了这奇异的一幕, 天啊, 这鬼气这么浓厚, 果然不出阿景所料啊, 苏景见鬼气肆意, 正在侵蚀赵家, 心里也有数了, 走吧, 我们去救陆少爷, 一路走到鬼气最为浓烈的发源地, 就是赵曼的房间, 苏景停下脚步提醒众人, 大家都小心些, 没有我的允许, 万不可轻举妄动, 这边得到消息的赵景, 怒气冲冲地赶了过来, 苏景你这个小祸害, 看到苏景身边的人, 凶神恶煞地盯着自己, 一看就是不好惹的, 后面的话全卡了回去, 努力心平气和地问, 那个苏小姐啊, 不知你有何贵干, 忽然看到苏景旁边还有个陆夫人, 整个人精神一阵, 想要过去示好攀骄, 陆夫人冷冷的眼神, 让她抬不动步子, 楚琳更是言语威胁, 在我们把事办完之前, 闭上你的嘴, OK, 视力眼的赵景, 乖得像猫, 连连点头紧闭嘴巴, 楚琳又把陆夫人拉到自己身后, 低声叮嘱, 姨母你不要冲动, 一会儿都听我师父的, 一切妥当后, 苏景直接一脚踹开赵曼的房门, 卧室的房门就这样整个倒在地上, 浓烈的鬼气再往外一, 楚琳和袁景又是被苏景实力震惊的一天, 这时, 满身邪气的赵曼走了出来, 从容地望着苏景一行人,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楚琳默默地跟赵曼拉开一段距离, 生怕他身上的鬼气挨到自己, 嫌弃的不要不要的, 苏景仔细打量着赵曼的那张脸, 除了骨相被改以外, 这张脸也与赵曼十分的不符合, 心中隐约有了答案, 脸色一沉, 元妻, 看好他, 别让他跑了, 赵曼丝毫都不慌张, 虽然不知道这丫头是怎么找上我的, 但想要在我这里发现蛛丝马迹, 做梦去吧, 然后故作无辜弱小开口, 你们这些人私闯民宅想干什么? 小心我报警, 苏景拿出一张符纸冷笑出声,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催动口诀丢出符纸, 以飞快的速度将这间卧室散出的鬼气收入符纸之中, 随后符纸自然化为一团烟雾消散, 阴森可怖的鬼气瞬间消失, 房间变得清零起来, 赵曼这下慌了, 该死, 这个苏景竟想坏我好事, 世人总是不撞, 难强步回头, 苏景一张符纸已经将赵曼房中的鬼气吸尽, 赵曼却觉得自己藏得很好, 没人能发现, 反而想看看苏景到底能搅出什么风浪来, 冷冷嘲讽, 怪不得他们都说你脑子不好使, 看你这样确实是精神有问题, 我家可不需要你这迷信的一套, 苏景只盯着赵曼的面相看了看, 劝你还是少说话, 省得一会儿被打脸下不来台, 苏景静止走到了他的衣柜前, 赵曼还在放迷雾蛋, 这是我的房间, 你给我出去, 这里面装的都是我的内衣, 没想到苏小姐还好这一口, 对这个感兴趣, 苏景淡淡恩了声, 是啊, 感兴趣得很, 不急不徐地打开衣柜, 却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也, 赵曼嘚瑟大笑, 苏小姐想要我的衣服, 直说就好了, 我人美心善, 会看着你穷的份上, 赏你两件, 苏景也不再跟他打太急, 直接开门见山, 你把邪物藏到哪里去了, 赵曼脸色顿时变了, 难不成这个苏景真的有什么本事, 出言搅和, 这就是放衣服的哪来什么邪物, 不要在我这里风言风语, 苏景也不急, 目光在卧室里扫尸一圈, 最后停在那幅装饰画上, 你还真是会找地方啊, 赵曼这会儿急了, 你给我出去, 你想干什么, 随后就在他惊讶的目光下, 苏景将装饰画拿开, 一尊散发着浓烈邪气, 而精致小巧的神像, 显露在众人眼前, 赵曼直呼糟了, 第一反应就是要保护神像, 才不要回到那个又黑又丑的赵曼, 立即倒打一耙, 苏景你什么时候将这东西放进我房间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奶奶不认你, 你便想陷害我, 我姨母堂堂陆家夫人, 会花心思大张旗鼓地陷害你, 你哪来的脸说这话呢, 苏景没在理会赵曼, 而是看向赵敬, 赵先生, 你女儿的变化那么大, 你就不奇怪吗, 赵敬心知肯定是有什么事, 不然不会引来陆夫人, 但女儿是勾搭豪门的桥梁, 她试图狡辩, 女大十八变, 能有什么异常, 苏景摇头叹息, 世人果真愚昧, 为了眼前的利益, 而不顾及以后, 她又重新看向赵曼, 你为了自身的贪欲, 用鲜血信奉一尊邪物, 可有曾想过, 会有什么后果, 赵曼还在装无辜, 你胡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苏景叹了一声, 是不是邪物事实不就知道了, 赵曼见他要伸手拿邪物, 立刻想要上前阻止, 却在半道被远景抓住, 劝你安分老实点, 赵曼的神情已经变得猙獰, 苏景手持倪想看着他, 你既然觉得他是神像, 那我就让你看看这里面, 究竟是藏了什么东西, 然后手一松, 倪像重重落在地面上, 却没有丝毫损坏, 赵曼惊呼出声不要, 眼底泛起了杀意, 而地上的那尊倪像像是, 有了意识般似的, 涌出浓烈腥臭的邪气, 直直朝着赵曼的方向飞去, 融入到赵曼身体里, 赵曼发出阴森森的冷笑, 抬眸的瞬间, 眼里杀意并尽, 回我神像者, 死, 苏景在赵家直接收出邪物, 表明赵曼便没与邪物有关, 赵家一心想要攀大富权贵, 女儿就是乔梁, 所以赵静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就是女大十八遍而已, 然而下一秒亲眼瞧见女儿面目可憎, 浑身散发着诡异黑气, 吓得连连后退, 这是怎么回事, 他满眼恐慌, 看着自己的摇钱树, 苏景扭头看他, 赵先生现在还觉得, 这东西是神像吗? 赵静无言反驳, 选择安静, 赵曼却怒吼着冲向苏景, 该死的, 你敢坏我好事, 动我身体, 毁我供奉, 我要你死, 苏景直接甩出一张定身符, 把他困在原地, 该死的是你这邪碎, 又甩出一张天雷符, 催动口诀朱砂, 金色天雷从赵曼头顶劈下, 稳稳地劈在他怀里的神像上, 痛苦的一声惨叫过后, 整个人脱力地摔倒在地, 神像与之分开, 碎裂成两半, 有一股邪气, 悄悄钻入他身体躲起来, 破碎的神像溢出黑色的液体, 里面还有用符纸缠绕的一缕头发, 整个房间变得腥臭难闻, 所有人捂住口鼻都不管用, 都没扛住呕了一地, 苏景一张符纸去除鬼气和难闻气味, 赵敬便冲了过去, 把他女儿扶起来, 我的乖女儿, 你这是怎么了, 赵曼悠悠醒来发现, 自己供奉的神像破裂, 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发了风势地扑向苏景, 你这个小祸害, 我要你死, 苏景反手甩出一张定身符, 我帮你清理了害人的东西, 你还如此名顽不灵, 你也是个人才, 竟然敢用鲜血供养邪物, 你知不知道这样不仅会害了你, 还会害了整个赵家, 到了这个时候, 赵曼仍然觉得自己没错, 是你这个小祸害在胡言乱语, 我信奉的是至高无上的神, 他可以满足我的一切愿望, 让我变得漂亮变得优秀, 我用鲜血作为交换, 神也达成了我的愿望, 明明只差最后一步, 我就能成为陆志宁最爱的人, 都是因为你, 是你坏了我的好事, 苏景对于世人的执念无奈叹息, 你这就是在养鬼, 养鬼的后果, 就是被鬼吞噬灵魂, 他会变成你, 你烟消云散, 赵敬文言还在打哈哈, 哪有那么严重, 这就是些小把戏, 楚灵忍不住怒吓赵敬, 就你这态度, 怪不得会得一个富贵难久的结局, 真是活该, 赵敬小心翼翼的辩解, 楚少爷你这话, 我觉得不太合适, 这世上哪有这么多邪乎的事情, 苏景有些威严耸听了, 楚灵一看, 是个讲不通的二傻子也不理他了, 走到苏景身边, 师父, 别跟他们废口舌了, 快看看我那倒霉表哥在哪呢, 苏景笑了笑你别急, 我说了我今天要来拆房子的, 元七, 你带着人把这面墙拆了, 记得注意力道, 尤其是中间的位置, 元七见识过苏景的厉害, 苗懂意思, 看来楚少爷就在墙里边, 卢起袖子就干, 赵曼不甘大喊住手, 求求你们了, 赵敬看这些人打算拆家也试图阻止, 却被楚灵拽了一把, 我告诉你, 你女儿赵曼绑架了我表哥, 意图对我表哥行凶, 别说是拆你一堵墙, 就算是拆了你整个赵家, 你又能如何, 赵敬有些猛, 这怎么可能, 楚少爷定是搞错了, 他怎么可能绑架陆少爷, 元景眼里闪着韩光, 他百分之一百相信苏锦的话, 所以赵家如此对陆之宁, 那么赵家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苏锦眼看着元七拆墙, 快要拆到中间的位置, 再让他们拆下去, 陆之宁就挂了, 当即喊停, 你们力道有些大, 都退下, 还是让我来吧, 元七听话的带着人退后, 苏锦拿出一张符纸, 甩到墙面上, 下一秒, 墙壁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里面往外破开了似的, 墙砖纷纷倒下, 墙体里赫然出现昏迷的陆之宁, 夫人看着从墙里掉出来的儿子, 心疼极了, 怎么喊都喊不行, 立即抬头求助苏锦, 苏冠主, 知宁这是怎么了, 苏锦探了下鼻息, 没有大碍, 等会儿就醒了, 然后甩手丢出一张符纸, 把剩的那一缕邪器, 抓住销毁了, 赵静的心态崩了, 他不知道自己女儿是怎么做到, 把陆家少爷拐来藏到墙里的, 但如今人赃俱获, 赵家要大获临头, 他当即弃举宝帅, 痛心疾首地望着赵曼, 你这个逆女,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赵曼直接回怼, 不是你希望我变漂亮优秀, 拥有一大批追求者, 八戒上路之宁, 从此带着赵家一路飞黄腾达吗, 原本美艳动人的赵曼容貌, 已经开始变得不堪, 养邪屋的反噬已经开始了, 他还在心里琢磨, 怎么样弄死坏他好事的苏锦, 苏锦忽然出声, 别想了, 你没机会报复我了, 你供奉邪神, 与虎谋皮, 现在邪屋被毁, 必遭反噬, 你这一生已经废了, 不幸去看看你的脸, 赵曼心间呼的一颤, 扭头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顿时发了疯似的, 胡乱拍打着, 这不是我的脸, 是你搞的鬼, 坏我好事, 还要毁了我的脸, 痛苦地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苏锦摇头叹息, 这都是你养鬼的代价, 邪恶带给你的反噬, 现在才刚开始, 说完, 带着楚琳等人, 抬步离开赵家, 回程的路上, 当了许久背景版的远景, 亲自驾车, 阿景, 我对赵小姐信奉的邪恶有些好奇, 你能不能说一说, 苏锦一听这话语重心长地跟他分析, 远景, 你要知道, 信奉邪恶必遭反噬, 远景配合的点点头, 我明白, 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谁,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苏锦掐指一算继续科普, 赵曼信奉的邪恶虽然已经被我灭了, 但他早已经与邪恶达成了交易, 他的一魂一魄将会消失, 楚琳嫌弃地插了一嘴, 他活该, 自己作死怨不得别人, 这会儿到了别墅区, 远景又问了一句, 那这邪恶可算是除掉了, 应当不会再害别人了吧, 苏锦沉默片刻摇摇头, 我除掉的只是那邪恶的分身, 这种东西除了赵曼以外, 应该还有别人在养, 只要心底有贪欲成执念, 便都有可能被邪恶盯上, 赵曼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祖师爷不建议我管这件事, 便是因为这事的背后牵涉过身, 有一个秘密组织在悄悄进行着更大的阴谋, 但既然我插手了, 那么总有一天我会端了那邪恶的老巢, 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远景能感觉出很棘手, 不想苏锦有危险低声询问, 从赵曼身上能否追查到其他踪迹, 苏锦拍了拍他肩膀, 不用怕, 我会保护你的, 这些邪恶都是单独的存在, 没有必然的联系, 既然出来了, 总会有马脚的, 远景望着对感情不开窍的苏锦会有些无奈, 怕现在说出来, 吓着苏锦便转了话题, 阿锦可以想想, 等陆芝宁醒来, 问他要多少费用了, 正要高兴就听到陆夫人担忧的抱怨声, 也不知道芝宁他父亲和二叔是怎么回事, 一直都联系不到他们, 苏锦不厚道地笑了, 陆家又给送生意了,